我们现在第二个议题来讨论一下 这个这一次刚刚落幕11月15号 其实同一天 也就是蓝白本来要和同一天 11月15号 拜登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加州的庄园的一个会谈 这个会谈让很多人不同解读 中国官方认为是习近平的一大胜利跟成功 拜登总统也提到了 这是过去这几年来以来 中美双方元首以来 最有建设性跟成效的一次高峰会谈 但是法国的费加洛报 世界报 还有英国的经济学 还有美国的媒体 这几天都分别做出了报道 认为习近平向美国低头了 习近平向美国输成了 习近平可能这一次的中美峰会的会谈 并不成功 君涛你怎么看 对 但是美国特色委员会的主席 是说拜登向习近平投降了 他说你看 这个美在一线里面 虽然他也提出来 但没有强调美国的立场 所以美国是个多元社会 大家有种看法正常的 那刚才盛平也讲了 中国好像是一言 但其实底下呢 这个各种各样的看法 由于政府的压制都往两极走 其实也是尖锐对立了 本来在正常考虑中 没有那么尖锐对立的 那因为他信息不完整 所以各自都取自己 所需要的偏民信息 但是我觉得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中美两国是在 在寻求合作上 都是各自达到了自己的要求 因为我们看 我觉得美国呢 当时在拜登上来就知道呢 他说虽然他说呢 我们和中华人国之争呢 是决定人类的命运 决定将来谁领导世界 哪个制度 哪个领导 但是他的布局是三方面 一方面是长期的核心 是竞争 不期待一个事件 改变中华人国国 或者改变这个事实 就是中美竞争 另一方面呢 在确保美国成功上 在三方面呢 坚决的进行围堵 一个就是在美国国 清除这个共产党的这些 什么各种间谍啊 带领人过去 他比较宽容 现在他不干了 那么特别围绕技术 第二呢 就是在高科技领域 进行封杀 包括在高科技的 投资也进行封杀 第三个呢 就是在这个南海和台湾海峡 还有在东海这上面 要打造一个保育圈 这个就像国际 对前苏联啊 等等的 这个就一些国际条约 打造一个保育圈 这个呢 他不松动 他就是在最希望 和中国政府谈 他有四个大员嘛 今天到中国来 他也是说 这些问题不谈 那么呢 这个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觉得呢 在视为世界领袖来说 还作为 他要对美国经济负责来说 这两项呢 他都需要和中国政府 去谋求合作 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家 就是比如像疫情防控 像环境污染粮食 还有像军备控制 就是武器控制 等等 这些都离开中国政府的合作 所以他需要谈 还有呢 就是 他需要就是 因为他现在大选在即 现在呢 美国经济 现在很奇怪 经济增长率也好 就业率也好 但他通过膨胀率 去高股价 所以现在很多经济人说 不是这是物流链 现在就是被干扰了 如果中美两国的贸易 能够恢复到 过去的正常情况下 那物流链 下来之后呢 就正常之后呢 那美国的物价可以下来 当然这个对拜登 明年就要大卷 诱惑性就很大 所以他这次 四个大员 两个是跟经济有关 我估计他 下一步可能关税 这方面要谈 特别的商务部长 他说 就是我们制裁 他们都有了 还有90%以上的贸易额 是可以正常交流的 那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防护乱 因为在这个南海啊 台湾啊 好像台湾这个好像是建起来 南海这个还是没有建起来 那么这是 可是呢 就这次我觉得拜登基本上 他达到的目的 就是说 因为在这之前呢 中国政府啊 不是说不接受合作这一块 他是说呢 你不能这边王毅的话说 你不能这边打我的脸 对吧 什么围堵啊 这边还让我跟你笑脸相迎 他说 他等于绑在一块 那现在看来呢 中国政府准备拆开了 来谈 就说这边呢 你就围堵吧 你做你的 我呢 想法绕过去 但是该合作这呢 也确实摆出了价值 要进行合作 不过这个应该去年 在印尼就已经开始的 只不过说 因为二月份 一个气球事件给推迟 这个推迟 有些可能也不是中国 因为美国就把一些 像这个布林肯访华 这些都给推迟了 所以这是 但是呢 中国方面 我觉得两个目的也达到了 我觉得比如习近平 因为国内确实的需要呢 如果中美关系 能够缓一下 美国给他的这个 比如接待的这个热情 拜登热情一点 让脸笑得灿烂一点 那他在国内就比较好说话 对吧 你看中美关系都说 我搞砸了 你看现在也开始恢复了 这个呢 这个作秀 但是另一方面 经贸却是中国的经济形势呢 也需要他 特别是美国的这个 大级资金外出 都需要中美两国 有一个相对稳定 高层愿意稳定 两国的关系 有这么一个定心玩 这样的话 才能止住经济上 这种外逃 因为大的评估嘛 都是大的中期 长期的投资 制造业投资 就西民最希望的 这个投资 还是取决于中美关系 能不能稳定 要不然只要不稳定 那这些投资 都得要撤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我觉得基本上 也算是达到了目的 就是说就是在不涉及到 美国的这种高科技领域中间 美国政府的态度 也是说那继续要放开 继续要 那么而中国政府呢 我看了一下 他们现在颁布的 这个投资政策上 把这个负面清单呢 现在减少 美国是在增加 中国是在减少 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他又进步的扩大了一些 就在他十几个 把什么特区啊 原理这个工业 什么投资区的 这种政策 放宽政策还在 那在这点上可能 但是美国的商人 到底动多少 我们可以放下面来谈 不过总的来说 我觉得双方都初步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是这个关系特别脆弱 就像去年一个气球 就把双方在元首 已经十一月谈好的事 就给弄杂了 那以后呢 会不会又出现 一个别的什么事情 又把两国关系弄过 因为我们看到 美国参众两月朝野 还有美国两党 还有美国的专业和民间 现在比较共识 这个还是对中国呢 这个敌意是越来越重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觉得中美的 任何一个小事件 都可能会导致 前面这俩人呢 在这次会谈中 达到的这些成就 得而复失 这个声明 我follow这个 君超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 中国现在需要 这个美国的经贸关系 有一种说法 就是习近平 这次在峰会里面 跟拜登 希望能够有 九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也就是说习近平 现在还是需要华尔街 还需要外来投资 你觉得这种说法 这个正确吗 这个东西根本不置一凭 就是一个什么 财政金像的人 照的一个谣 需要九千亿 那么 美国欠中国八千多亿 对不对 那个外战 还还什么吗 那就不还了就完了 就根本就胡扯的 本来讲是九百亿 后来变成九千亿 然后那个王菊治安 说你说错了 实际上是九万亿 就开玩笑的东西 不置一谈 就习这次到美国来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一个求和必战之旅 希望 也可以说是一个 就想恢复中美关系 这么一个行动 那至于说 为什么我们上次 担心的事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 美国对习 就是采取什么动作 就我把它比作 有点像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嗯 当时到重庆谈判的时候 毛的安危就在 蒋的一念之间 蒋之所以没有动手 因为他 非常有自信 他觉得毛不是他对手 如果他知道三年以后 四年之后是那个结局的 他肯定不管不顾 他会干的 就读过蒋介日记那一段的呢 他是多次想过这个问题 他的部下也跟他提过这个问题 就同样再 可以远一点两千年的话呢 就是刘邦和项羽那一次 鸿门一夜一样 项羽之所以放刘邦走 同样是因为他有自信 他觉得刘邦更不会是他对手 就如果他是知道后面结局的话 他也不会那样做 那这一次呢 你可以说是鸿门一夜吧 无风险 就可以说刘向呢 果然是不读书 那刘向呢 是 就是 词验之后吧 你基本上已经可以 就中美关系的名分已定 就从此呢 中美也就储和汉介 就是刘向呢 各师其职吧 各就各位 中国就在会扮演一个 就是刘邦的角色 美国呢还是一个霸王 还是项羽的角色 就国内优教 血缘的朋友呢 我们在谈的这个问题 他说 他真的想不通 他说是零风险 就是收益无穷打 居然美国为什么不这样干 他说简直是 非一所思 我说我也想不通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事实就是这样的 就总是我们想错了 对不对 就是 想的太多了 因为事实没有发生 你总不能说 你预测错了 你非说你没错 对吧 就像你指路给人指错了 你非说那个路错了 总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想法发生了什么问题吧 所以这 看这个预测才没有通 那么到底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同样也是 这个朋友的讲 他说 他说反对我们的想法的人 认为是 现代政治还是有底线的 人家是不会这样做的 而且呢 他中国现在的政治 策略似乎是什么的 就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换句话说 就你打呢 我忍 还对你笑 回头呢 苦练肌肉 就带来日呢 再给你一战 再来收拾你 如果实在练不好 因为国立国内的一些形势 那就算了 总之呢 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就是想跟美国恢复 在这一点呢 我倒认为 实际上这一次呢 你说谁赢了 谁输了 刚军刀奇提到 美国的极右派也认为美国输了 这拜登为什么要让美国 我相信这一次美国一定有人 就是美国的军工集团也好 极右集团也好 或者其他人也好 想过的借这个机会呢 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因为希拉里那个话说得非常明显 习的终身制给中美关系呢 造成了麻烦 给中美关系 那么怎么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麻烦呢 后面的话就不不便说了 也不好说了 要是没想过才怪了 不正常 因为我就看到 很军刀王丹上不是发了个国事会议的一个通知吗 这么一个短短的一百志的东西吧 下面就有十几条所开什么鸟会啊 解决他就完了 各种各样的话都有 一个比一个厉害就是 出一个黄文雄就行了等等吧 你想连军涛的一些党员们 他底下的人都想到这一点了 那些老郑可能会想不到吗 他们会 紧到摇头说还没想到 就是我相信他们关着门的都想过 不是我的党员 反正货买我的党员 不是跟铁 不是跟铁 但不一定是你党员了 就是就在 这么多十几条吧 那我想FBI为什么那么紧张对不对 为什么要到你们那去问 你说来了七个吗 对吧 大概他们也看过了 也是有点紧张吧 那我们如果回头再看一下 以前江振明来的时候 军涛当时也组织了欢迎对不对 然后后来胡锦涛也来过 没有见过这种帖子 就是把他干掉这种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没有终身制这个说法 其实现在说终身制也是一种虚解吧 但是至少那个时候中共没有接班序列 就是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接班序列 你搞掉一个人实际上没有意义的 你搞掉江振明 那胡锦涛就接位了 谁都知道是他把胡锦涛搞掉 那还有人希望他早点下台 在十八大以前 中国的包括自由派 很多朋友黄二代的一致的认为 胡温是不行的 就跟他抱着定式大弹几股长花 站着位置呢不干事 所以他们还希望习提早接班 那个时候的没有意义 但是现在习上来的 从现在至少看他没有接班人 没有接班序列 所以说干这些事就有意义了 但这些事都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就以后会怎么 就如果一定要用楚汉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或者以国共谈判这个比较的话 那就也就是说 中美的名分已经基本上定了 从此以后呢 中国就会扮演一个刘邦的角色 或者毛泽东的角色 你叫韬光养晦也好 你叫人辱负重也行 但是呢最后呢 中美之间到底会怎么样 真的还要取决这两个国家 往下走的那个智慧 我现在希望呢 只是在和时代呢 大家都认识到 休息底的陷阱呢行不通 中国呢不要老惦记什么 弯倒潮车就玩个兴起的 玩个鞋的 把美国呢给搞掉 我看到复旦的李斯默先生呢 不是就是那个张维伟就说 我们现在期待的就是美国呢 犯战略性的仇 然后犯战略性的 中国可以一击而胜之 这想的还是怎么呢 把对方干掉 那美方想干掉中国的这个言语呢 就是就更多了 连官方的都可以看到 就双方的左派或者是极端派吧 中方在希望呢 就是美国的衰落 最后呢 中国能成为 这个世界的引导者 或者是世界的霸主 他不用那个词 美方是希望呢 中共崩溃以后呢 美国继续保持它现在的地位 都可以说是不安好心 所以一边是说红是帝国 一边是呢 亡我之心不死 但是人类今天 如果还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呢 真的要换一种思维了 还是回到基辛格那个百岁老人的一句话 就中美如果不放弃 把对方看成是敌人 用他自己 当时的话呢 是战略威胁的 这种想法的话 那人类只有一个前途 就是毁灭 就他说这个话呢 用博弈论的话 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 就说当你把你的对手 看成是魔鬼的时候 你按照魔鬼去对付他的时候 你最后一定会成功的 他一定会变成魔鬼 和平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最近欧美直接报道 就我先前刚刚提到的 他们都认为习近平这次到加州来 到美国来 是因为党内的压力而来 然后这次的会谈也证明一点 就是说 美国的强大是不可动摇的 21世纪 不一定是中国人的事情 你怎么看 我觉得美国和欧洲 有一些人有这样一种自我感觉 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样的话 比他们的焦虑 比他们的时空 比他们的抓狂 要好很多 我完全同意 美国是继续强大 继续伟大 这个没有问题 问题是中国要不要挑战这种伟大 要不要挑战这种强大 美国的伟大和强大 不是中国在短期之内来取代的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另外一个因素是 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要与美国为敌呢 为什么不跟美国好好的合作 为什么不能跟美国好好的配合呢 这一次的双方的这个会谈 对于半顿总统来讲 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 对吧 至少有一部分感觉到 我们美国还是在伟大 对吧 那么在他全部的外交上面 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中国能够稳定 当然对他的外交是有帮助的 那对于中国来讲 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 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 无数无数的问题 包括中国现在的两个极端势力 都如此的幼稚 如此的天真 如此的不可思议 刚才盛平讲的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反映出中国的某些势力的对国际政治的了解的程度 我觉得习近平到美国来确实有他的风险 然后要把习近平搞下台的一些另外一个极端势力 是让这个极端的声音呢 可能更极端 但是他们仍然是在边缘的这个势力里面 他们仍然上不了台面 而西方恰恰是有了民主和自由 让极端势力有台面的机会 而且呢 对民众有极端的煽动的作用 现在的西方民主选举所产生的一种极端的状况 就是民主的某一种不明性的效果 那我们以前在层上追求民主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也我们现在在考虑中国的专制的时候 强力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另外一点 就是把极端的力量给压下去了 而西方是没有办法压下去 所以造成一点结果就是 中国有可能不太机动化 而西方有可能机动化 那个 好 金刚你先补充好了 我再请国长教授 你卖过我没有开 我补充三点 第一个呢 盛平讲到我们党员 我们党员其实没有对国志位 表达国志位是魏京城王丹先生呢 还有我们三个人做呢 其实下面有些关心的的人 他们的留言 第二呢 联邦人家局呢 六个人来也不是找我们来调查什么国志会议 他是因为在 在11月15号的冲突中 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喊什么枪毙习近平啊 然后中国领事馆报案 然后联邦人家局找姚成先生和 介立健先生 因为他们呢 是在这个 在那个最激进的那个群组里头 来找他们聊情况 那当他们解释清楚说 这里不存在一个什么暗杀的问题 这是要走司法程序 动议将来有一天 中国民主化要枪毙习近平 要走司法程序 那还是法官说的算 那么第三个呢 我觉得这个 刚才盛平讨论提醒我 其实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来啊 他也不是一个被动的说来 一时之力 因为他在来之前的时候呢 人民日报发了些东西 他也说了三句话 第一呢 就中美关系呢 活力在民间 未来在 希望在青年 然后动力在地方 所以他在来之前 建了美国一系列的 我觉得 而且还准备宣布要邀请五万青年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想 要按的话就想搞乱美国 就是用美国的宪政 民主制度的自由空间 然后呢 他知道这些政治家呢 最后是要挺老百姓的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呢 美国的宪政的空间 然后进行一些操作 使得呢 逼着他这些政治领导人 能够去转换他的态度 他实际上是 这个你看人民日报 就这么写的 这个社论就这么写的 这个三句话 所以那么 最后呢 我觉得这个 其实关于这个 和平前程 讲到的民主自由 这些问题 我觉得三十年前我就讲过 不是四十年前吧 在中国讨论 我还被人说是 新权威主义 我觉得和平 像老是吧 他自己当时没看到问题 栽到我身上了 我一说我看过 光荣女梦想 我就知道 自由民族可能会有很混乱 但是那个艰难调整 那么 在一个正常情况下 比如自由表达 一般是中左和中右站主导 如果当这个社会的 意见被分歧 是因为这个社会 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存在着 可能意见就出现比较大分歧 但只要宪政不乱 这些问题最终都是可以 被消化的 西方的宪政史 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 你说英国是渐进 200年死了多少人呢 对吧 他这个 你还出现了 可伦威尔这种人 好 我是 这个国家教授 习派会各有输赢了 但是习近平输比较多吗 应该不是各有输赢 而是各有 也跟取 我让步一些 但是我也取得一些 而两方面呢 对于这次会谈的总的成果 是满意的 这满意呢 就是代表没有一方 感受到他失去太多 而得到太少 也没有一方感觉到自己得到太少 让步太少 也没有 所以这次的会谈呢 可以说是在多方面 平衡的一个状态下来进行的 所谓平衡 第一个是美国跟中国 在谈判桌上的地位是平衡的 并没有一方有足够强大势力 或者拿出威胁性的势力来压迫对方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 谈判呢 如果在平衡的关系上进行 那么各方所给的取 给跟取就会比较平衡 所以这次的会谈两边都满意 两边都各有所得 各有所让 就代表这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么第二个平衡呢 就是没有在单一问题上面 某一方特别要取得 所以在其他方面都让步 并没有这个情况 比如说你假设 中共在这次谈判会谈里头 他就是要求美国对台湾让步 这个让中共可以统一台湾 如果他是单一目标的话 那其他都让 你美国要什么给什么 但是这台湾这核心利益 你一定要给我 这次的会谈是广泛的议题 而在有些方面 美国希望中共让步 某些方面 中共希望美国让步 所以是一个广泛的 一个交易关系 并没有在单一主题上面 做不平衡的取跟这个 给的一种不对称的一种谈判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非常重要就是说 今天美国跟中国在方方面面的关系上面是错综复杂的 你在某些方面卡我 我也可以卡你 所以你这方面要求让步 那我也让步 希望在另外一方面让步给我 所以这个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关系里头 一个平衡的一个谈判 所以这两边呢 对于这个谈判的结果都相当的满意 像甚至王毅讲的旧金山精神 也就是说他非常肯定这是会谈的一个形态和成果 那美国方面也没有任何这个具有官方 这个身份或者是地位的机构或是个人来批评 这个拜登让步太多 其他的个别的杖音是有的 但是主流的一个看法还是这个拜登有所让有所得 义乎这个中共习近平有所让有所得 你比如说今天在这个军事啊 这个关系上面能够恢复对话 恢复协商 那么这个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讲都非常重要 过去是中国啊 这个抗拒啊 所以这个怎么不接美国这个国防部长电话之类的 或者是不参加什么这个战略对话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呢 就是要中国做成啊 这个这个啊 不再坚持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让两方的这军事对话机制能够恢复 那果然是恢复了 而至于重大的核心问题上面 双方都没有让 比如中共他要求 这个美国是不是可以不对中国做啊 科技的卡帕纸是不是关税可以减免 这美国一点让步都没有啊 那么美国要求的中共啊 比如说台湾问题 那么可能中共只是习近平他只是这个抓住啊 这个美国需求讲一些啊 这个啊 比较这个抽象的话 所以20272035没有攻台计划 那没有攻台计划不代表2035年以前 不会对台动物啊 我没有这个计划 但是你们乱搞啊 情势逼到我 这个不得不动手的时候 我还是要动手 但这不是我的计划 我现在啊 只是做准备准备啊 我不是有一个时间表 那么到时候也不能够 说我违背诺言 因为他承诺就是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不代表啊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 所以这也是啊 可能是双方的会前谈判 要习近平说出这样的一个承诺 那但不代表他做了什么让步啊 所以在核心问题上面啊 美国也没有让步 美国也没有说啊 我反对台独 他只是我不支持台独呀 对啊 那么整个来讲就是说 基本上两边的会谈呢 是各有所得各有所让 而并没有一方绝对有所得 而这个啊 没有所失 也没有一方失去很多 而无所得嘛 所以这个会谈呢 应该来讲是一个啊 一个广泛议题 互有退让 互有取得的一个 两边都感到圆满 结果这一次会谈 习拜会之后的中美关系啊 在未来一年啊 尤其是美国明年底的 中党大选之前啊 我相信还有一些变化 那这次会谈 好像也没有批诺说 到底习近平有没有邀请拜登 正式访问这个中国大陆啊 所以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未来的这一年的中美关系 随着美国的中党大选 到底美国民意怎么看 我会预言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揭晓 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揭晓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调查推选活动 由料望东方周刊主办 迄今已连续举办17年 2023年度的调查推选活动 历时近五个月 经过大数据采集 问卷调查 材料申报 实地调研 专家评审等环节的严格临选 成都 杭州 宁波 南京 广州 长沙 沈阳 呼和浩特 青岛 太原 被推选为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省会及计划单列市 温州 台州 泰州 苏州 鄂尔多斯 无锡 湖州 潘之花 威海 银口 嘉语关 被推选为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 地级市 北京市西城区 上海市敏杭区 上海市黄浦区 被推选为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区 直辖市辖区 广州市天河区 杭州市复阳区 成都市龙泉义区 杭州市拱树区 宁波市银州区 杭州市临安区 绍兴市粤城区 成都市双流区 温州市陆城区 成都市温江区 被推选为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区 江苏省太苍市 浙江省瑞安市 浙江省云瑶市 浙江省乐清市 湖南省宁乡市 内蒙古自治区一金霍洛奇 湖南省长沙县 河南省巩义市 山东省荣城市 湖南省刘阳市 浙江省宁海县 被推选为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县级市 根据材料申报和幸福城市 大数据单项调查 广东省云福市 浙江省慈溪市 江苏省近江市 东营市肯利区 被推选为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之美丽一叶之城 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揭晓的定义 背景 人物 事件与影响 幸福 这个自古追求不惜的失忆境界 在2023年的中国版图上 绽放出了新的光彩 你问我幸福是什么 啊 那就得看看 瞭望东方周刊 是如何一步步揭晓 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的秘密了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最具幸福感城市 这不仅仅是街头巷尾的小吃能让你嘴角上扬 也不只是公园里的老人能在夕阳下下一盘优雅的象棋 这是一场综合性的盛会 它考量的是这城市的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 居民生活质量 环境保护和文化抵运等多方面因素 是对城市综合幸福指数的一次大体检 背景呢 这已是第17届的评选活动 可谓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幸福寻根之旅 每年的评选 不仅是城市间的一次友好角逐 更是对城市发展的一次深刻反思 人物方面 这里面既有数据分析师 他们运用大数据技术 像是在城市间穿梭的侦探 搜集着每个角落的幸福线索 也有问卷调查员 他们深入明心 倾听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心声 更有专家评委 他们拥有锐利的眼光 能够洞察城市幸福的每一个细节 事件方面 这次评选经过了近五个月的时间 从大数据采集到问卷调查 从材料申报到实地调研 每一步都是严谨而精密的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次对城市精神面貌的全面检阅 影响呢 当成都 杭州 宁波等城市 被冠以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荣誉时 这不仅仅是一个标签 更是一个动力 激励着城市不断前行 提高军林的幸福感 同时也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中国城市的独特魅力 这场幸福的盛宴 还特别提到了几个城区和地级市 如北京市西城区 上海市米航区等 他们如同城市中的明珠 以其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最具幸福感城区的称号 而江苏省泰仓市 浙江省瑞安市等县级市 则以他们甜美的生活节奏和高质量的发展水平 成为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佼佼者 最后 美丽一叶之城的荣誉 是对那些既有宜人景色 又有良好发展潜力城市的肯定 这些城市如同幸福的种子 被拨洒在中国的土地上 期待着未来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这就是2023年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故事 它不仅是一份榜单 更是一道风景 一道让人不禁微笑的风景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该在这些城市的街头巷尾 寻找那属于自己的一片幸福天地 哪些城市被评为2023年 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在2023年这个缤纷的时代大背景下 中国的幸福地图又重新描绘了一遍 这一次 我们的城市们不再只是比拼 谁的摩天大楼更挺拔 谁的GDP数字更能让人眼花缭乱 而是在一场关乎幸福感的盛大评选中 展示了他们独特的魅力 首先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成都 这个让人一提起就想到悠闲喝茶 品味麻辣火锅的城市 它以一种近乎哲学的姿态 告诉世人 幸福 就是在繁忙之余 仍能找到慢下来的理由 杭州 这座被诗人赞美为人间天堂的城市 不仅有西湖的美景 还有阿里巴巴的创新风范 它用一种互联网家的方式 将古典与现代完美融合 创造出一种新时代的幸福样本 接着是宁波 这座港口城市不仅贸易兴盛 更是文化底蕴深厚 它告诉我们 幸福可以是海风轻浮的舒适 也可以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份安宁 南京 这座六朝古都 经历了无数风雨 却依然保持着它的优雅与坚韧 它用一座座古迹 一条条街巷 谱写着关于幸福的长篇史诗 广州 作为华南之珠 这里不仅气候宜人 经济发展也是全国领先 这里的人们用一年四季如春的笑容 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共同分享这份幸福 长沙 以它的年轻活力和美食文化 成为了一个让人忍不住想要打卡的地方 这里的幸福是辣椒的热情 是橘子舟头的诗意 沈阳 这座曾经的东北王城 如今展现出了一种新的活力 在这里 幸福是一场热烈的冰雪盛宴 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感 呼和浩特 这座草原之城 以它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 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 这里的幸福 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是木戈飘扬的旋律 青岛 这座海滨城市 以它的啤酒和海鲜 成为了一个让人快乐的代名词 这里的幸福 是傍晚海风中的一杯啤酒 是青岛大码头的浪漫传说 太原 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正以一种绿色转型的姿态 向世人展示它的新面貌 这里的幸福 是梅城转型的希望 是清晨烟霞里的一缕新气息 这些城市 每一个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每一个都在用它自己的方式 谱写着关于幸福的篇章 而当这些篇章汇聚在一起时 它们构成了一幅 缤纷多彩的幸福画卷 这就是2023年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风采 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标准是什么 当我们谈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时 你可能会想 这盛世就像选美比赛一样 看哪个城市的天空更蓝 草地更绿 居民笑得更灿烂 其实 这场评选远比你想象的 要科学严谨 而且还带点幽默和智慧的味道 首先 这个评选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拼图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快乐指数测试 而是一个涵盖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体系 就像做一道复杂的菜 需要各种食材和调料 这个评选也需要各种数据和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是基础 但我们不是只看GDP的大小 而是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这就像是评选一杯好咖啡 不仅要看它的浓度 还要看它是否相纯可口 社会治理能力也是关键 这包括了公共安全 社会稳定 法治建设等 一个幸福的城市 就像一个温馨的家 需要有良好的家规 来维护每个家庭成员的和谐与安全 居民生活质量自然是重中之重 这不仅包括了居民的收入水平 就业情况 还有教育 医疗 住房等公共服务的质量 这就像是评选一部电影 不仅要看票房 还要看观众的口碑 环境保护则是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 一个幸福的城市 应该有蓝天 绿地和清澈的水 这就像是给城市穿上了一件漂亮的绿色外衣 让人一见倾心 文化底蕴和创新能力也不可或缺 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化和创新精神的城市 能够提供更多精神食粮给居民 这就像是在城市的餐桌上 既有传统的家常菜 也有创新的美食 幸福感还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测量工具 这就需要问卷调查和大数据分析 来把握居民的真实感受 这就像是一个魔术师 用他的魔杖触碰每一个人的心灵 揭示他们内心的幸福秘密 最后 这场评选还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判团 也就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经验 来对所有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 周上所述 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标准 就像是炼金术师的秘方 需要各种元素和精密的比例 它不仅要科学 还要有温度 最终揭示出那些让人感到真正幸福的城市 而这些城市就像是星空中最亮的星星 照亮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3年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 与前一年相比有何变化 谈到城市幸福感的排名变化 这就像是观察一群快乐的小鸟 在林间跳跃的情形 每一次飞跃都有它的意义和故事 首先 让我们换上探险家的帽子 拿出放大镜 仔细观察这些城市的幸福跃动 2023年的排名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城市达尔门进化论演绎 每一个城市都在进化 都在变得更加适应幸福生存的环境 比如说 成都 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幸福指数高起的城市 今年又有所提升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 天府之国 不愧是人间天堂 成都的幸福 就像是它的火锅一样 热情而持久 让人回味无穷 杭州 这座城市以它的创新和美景闻名 今年的排名也是稳中有升 这就像是一部成功的续集电影 不仅保持了原有的粉丝 还吸引了更多新观众 票房收入节节高升 宁波 这个沿海的美丽城市 今年的排名也是一名惊人 它就像是股市中的黑马股票 靠着稳健的发展和优质的生活环境 成为了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南京 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 排名有所波动 但依然在榜单上占有一席之地 它的波动就像是一场精彩的球赛 虽然有时会有起伏 但总能给人带来惊喜和期待 广州 作为华南地区的龙头 它的排名也有着微妙的变化 但无论如何 这个城市始终保持着它的活力和包容 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舞者 在舞台上自信地转动 长沙 这个以辣椒闻名的城市 今年在排名上也是喜人 它的幸福感就像是辣椒的辣味 刺激令人难忘 沈阳 这座北方的城市 今年的排名也有所提升 它的进步就像是冬日里的一把火 给人以温暖和希望 呼和浩特 这座草原之城 今年的排名有着小幅度的下滑 但它的幸福感仍然像是草原上的风 自由而清新 青岛 这座海滨城市 今年的排名稳定 它的幸福感就像是海浪拍打岸边的节奏 让人心情舒畅 太原 这座转型中的城市 今年的排名也有所变化 它的变化就像是一个正在进行装修的家 虽然当下有些混乱 但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总的来说 2023年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排名 就像是一场缤纷的舞会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舞步和风采 而这些变化 不仅仅是数字的游戏 它们背后是城市的努力 居民的期待和政策的支持 这个排名 就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了每个城市的幸福面貌 也映照出了这个时代的进步和希望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八卦秘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超级巨星与外星人秘密约会 被抓包 二魔术师在直播中不小心将自己变没了 三流浪汉其实是亿万富翁 只为寻找真爱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超级巨星与外星人秘密约会 被抓包 好吧 让我们来探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场景 超级巨星与外星人秘密约会被抓包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直接从好莱坞最新的科幻大片剧本中 跳出来的或者是某个狂热粉丝在午夜梦会时构想的奇幻情节 想象一下一个宇宙级的名人 比如说Lady Gaga或者是Leonardo DiCaprio 被偷拍到和一个来自遥远星系的外星访客在某个隐秘的地点进行秘密会面 这个故事一旦曝光 肯定会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让所有的八卦杂志和新闻网站疯狂转载 首先 我们得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存在 并且他们选择与地球上的超级巨星会面 那么这个选择本身就非常有趣 这是否意味着外星人也是流星文化的粉丝 或者他们认为通过名人可以更容易地与地球文化接轨 这些外星访客可能是银河系里的社交名流 想要在他们的星际Instagram上炫耀一下他们的地球名人朋友圈 现在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秘密约会的场景 超级巨星和外星人坐在一家五星级餐厅的最隐蔽角落 周围是一群身穿黑西装的保镖 或者是机器人 他们可能在讨论音乐 电影 甚至是宇宙间的哲学问题 外星人可能会对巨星的歌曲 Bad Romance表示赞赏 或者是对泰坦尼克号中的情节提出自己的见解 但是 就在这个温馨而又神秘的氛围中 一位好奇的狗仔队成员 或是一名无意中穿越时空的游客 用他们的超级高科技设备 也许是一台可以穿透隐形护盾的相机 捕捉到了这一幕 照片一经发布 全世界都震惊了 人们开始质疑 我们真的独自一人吗 外星人的品位这么好吗 他们是如何绕过地球的边境管控的 随后 这个事件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 政府可能会介入调查 科学家们会争论不休 而那位超级巨星可能会被邀请到各种脱口秀节目上 分享他们与外星人的交流经历 当然 这也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学头 为即将上映的科幻电影造势 不管怎样 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角度 在这个宇宙中 名人文化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地球 如果外星生命真的存在 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名人和娱乐圈 而这个假想的秘密约会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幽默 而又充满想象的故事 让我们对于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无限可能性保持好奇和开放的心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魔术师在直播中不小心将自己变没了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代魔法事件 一位魔术师在直播中不小心将自己变没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从中世纪的传说 或者是哈利波特小说中跳出来的情节 但实际上 它发生在我们这个充满高科技和网络直播的21世纪 首先我们得明白 魔术师的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表演艺术 它依赖于手法 心理轨迹和视觉错觉来创造出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 当这位魔术师尝试在直播中展示他的最新消失魔术时 事情似乎出了点岔子 据说 这位魔术师在直播时 自信满满地走进了他精心设计的魔术箱 然后用神秘的咒语和夸张的手势 宣布自己即将消失 观众们秉析一代 期待着这位魔术大师的壮观表演 然而 当他的助手用一块布遮住魔术箱 在一街开始 魔术师真的消失了 不是消失在观众的视线中 而是连直播的摄像头也找不到他的踪影 这时 直播间的弹幕开始疯狂刷屏 有人惊呼太神奇了 也有人调侃 他是不是穿越到了平行宇宙 而魔术师的助手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毕竟这个消失的效果 似乎比预期的要彻底的多 幽默的是 这位魔术师并没有真的穿越时空 也没有遇到什么超自然现象 事后调查发现 这场直播消失魔术的背后 其实是一场技术故障 原来 在直播过程中 控制魔术箱背景的绿幕技术出了问题 导致魔术师在消失的瞬间 直播软件错误地将他的身影 也作为背景 给抠掉了 这个小插曲 不仅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意外的欢乐 也让我们看到了 现代科技与古老魔术之间的有趣碰撞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是最老练的魔术师 也可能被现代技术的小把戏给难倒 最后 这位魔术师在直播中的意外消失 无疑给他的表演增添了一段传奇色彩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 除了享受这场意外的喜剧之外 也许还能从中学到一个深刻的道理 在这个充满未知和变化的世界里 有时候 即使是最精心准备的表演 也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而变得不可预测 这正是生活的魔法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流浪汉其实是亿万富翁 只为寻找真爱 好吧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 一个听起来像是从肥皂剧里 直接跳出来的故事 一个流浪汉 其实是亿万富翁 只为寻找真爱 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 没错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灰姑娘 故事的现代版 只不过这次换了个性别 而且灰姑娘不是在宫廷舞会上 而是在街头巷尾 首先我们得承认 这个故事的主角有点古怪 想象一下一个身价数益的富翁 穿着破旧的衣服 没有洗澡 拿着一个支板牌在街头乞讨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钱 因为他的银行账户里的零比 我们大多数人 见过的数字还要多 他在寻找的 是那个不在乎他的外表和财富 只在乎他内心的人 这个亿万富翁可能已经厌倦了那些 只对他的钱感兴趣的人 他可能在一次豪华游艇派对上 看着那些围绕在他周围的人 突然有了一个灵感 如果我一无所有 他们还会围绕在我周围吗 于是他决定进行一个实验 看看谁会在他失去一切的时候 仍然愿意给他一个拥抱 这个故事的幽默之处在于 他的荒谬性 我们都知道 现实生活中 亿万富翁不太可能放弃 他们的奢华生活去街头乞讨 但是这个故事 确实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真爱是否存在于物质之外 想象一下 这位富翁在街头 遇到了一个善良的灵魂 这个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却愿意分享自己的三明治和微笑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真正的联系 然后在一个浪漫的夜晚 当星星在天空中闪烁时 这位富翁决定 揭开他的真实身份 亲爱的 我其实是个亿万富翁 他说 哦 真的吗 他回答 那太好了 因为我是个秘密特工 我一直在调查你是否有逃税 好吧 也许这个结局有点太幽默了 但是 这个故事确实提醒我们 真正的爱情是不以物质为基础的 它是建立在相互尊重 理解和共同价值观之上的 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流浪汉 我们都渴望被人理解和接受 这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所以 下次当你在街上看到一个流浪汉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他只是在寻找真爱 当然 这可能只是一个故事 但谁知道呢 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 一切皆有可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分享了三个充满想象力和幽默的故事 超级巨星与外星人秘密约会被抓包 魔术师在直播中不小心将自己变没了 流浪汉其实是亿万富翁 只为寻找真爱 这些故事不仅带给我们欢乐和惊喜 更引发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在这个六度世界中 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故事和情节 从超现实的场景到奇幻的剧情 我们都能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保持好奇心和开放心态 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局限于现实的框架中 在这个宇宙中 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可以无限地探索和发现新的故事和想法 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看法 你相信外星人会与地球上的超级巨星秘密约会吗 你会相信一个魔术师真的在直播中 不小心将自己变没了吗 你觉得一个流浪汉会是一个亿万富翁 只为寻找真爱吗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讨 这些有趣的故事和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大势不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话坛风云 莫内对抗范高 二舞蹈翩翩 巴维洛娃与努力耶娃 三导演创意战 昆廷对拼卢贝松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话坛风云 莫内对抗范高 各位听众 学生 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道话坛上的一场风云对决 一场从未真正发生过 但在想象中无比精彩的对决 克洛德 莫内对康文森特 范高 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下时空背景 莫内 印象派的大师 他的画作如同一首轻柔的诗 用色彩和光影的变化来捕捉 瞬间之美 而范高 后印象派的狂人 他的画作则是一首激情的交响曲 用强烈的色彩和动感的笔触 来表达他内心的风暴 如果这两位大师真的在画坛上对决 那会是一场怎样的视觉盛宴呢 首先 莫内会带住他的画家和画剧 优雅地在他的睡帘池边搭起阵地 他会耐心地等待那一刻的光线 完美地映照在水面上 然后迅速而精确地捕捉下这短暂的美景 他的画作会让人感到一种平静和谐 就像是一杯下午茶 细细品味 越品越有味 而在另一边 范高可能会在一个风云变幻的下午 站在麦田边 用他那几乎要把画布刺穿的笔触 将他的情感和灵魂挥洒在画布上 他的画作会让人感到一种狂野的力量 就像是一杯浓烈的咖啡 一口下去 让人心跳加速 热血沸腾 莫内会用他的睡帘 来展示自然的和谐与美的永恒 而范高则会用他的心眼 来表达对宇宙无尽奥秘的渴望 和对生命的热爱 但是 各位 这场对决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 因为莫内和范高的生涯虽有重叠 但他们从未真正交手 莫内是个社交圈的达人 而范高则是个孤独的灵魂 莫内的画作在生前就受到了认可 而范高的天才则在他过世后才被世人所知 所以 这场画坛风云的对决其实是一场艺术的盛宴 是我们用来庆祝这两位伟大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和共同之处 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丰富了我们的视觉世界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 最后 如果莫内和范高真的有机会在天堂中相遇 我相信他们会互相欣赏对方的作品 然后一起喝一杯谈谈天 画画画 创造出更多让我们这些烦人惊叹的艺术作品 哦 那一定是一个多彩的天堂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舞蹈片片 巴维洛娃与努力耶娃 各位亲爱的舞蹈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两位舞蹈界的传奇人物 安娜 巴维洛娃 安娜帕弗洛娃 和伊莎多拉 登肯 Isadora Duncan 后者有时被称为努力耶娃 这是对她名字的一种俏皮的音译 这两位女士 啊 她们在舞蹈的世界里翩翩起舞 就像是天鹅湖中的天鹅 优雅 而又不失力量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安娜 巴维洛娃 这位俄罗斯芭蕾舞女神 她的名字和芭蕾舞中最著名的独舞 天鹅 几乎成了同一词 巴维洛娃的脚尖功夫 堪比当时的任何科技产品 总是最心最将的那种 她的脚尖 就像是有魔法一样 能够让她像羽毛一样轻盈地在舞台上滑行 她的天鹅 之所以如此传奇 是因为她将自己的灵魂注入了这个角色 让每一个观众都相信 她就是那个从湖中飞出 只为了最后一次翩翩起舞的天鹅 而伊沙多拉 邓肯 这位美国舞蹈家 则是现代舞的先驱 她对传统芭蕾舞的束缚表示不屑一顾 她的舞蹈更像是一场革命 伊沙多拉用她的舞蹈 表达了自由 情感和自然 她常常赤脚跳舞 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大胆的行为 就像是在舞蹈界的脚趾解放运动 她的舞蹈风格强调自然流动和表达个人情感 这与巴维洛娃的精致芭蕾 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两位舞蹈家的故事中充满了戏剧性 巴维洛娃的生命如同她的舞蹈 一样短暂而精彩 她在50岁时因为肺炎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她的舞蹈和对芭蕾的贡献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而伊沙多拉的结局则更加戏剧化 她在一次意外中因为围巾缠绕在汽车的轮轴上 而悲剧性的去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时尚有时候也是有风险的 特别是当你的围巾肠道可以缠绕车轮的时候 总之巴维洛娃和努力耶娃 邓肯是舞蹈史上的两颗璀璨的星星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照亮了舞蹈的天空 巴维洛娃用她的脚尖讲述了芭蕾的优雅 而邓肯则用她的赤脚讲述了自由的故事 他们的舞蹈和生命都是如此的引人入胜 以至于即使在今天 我们仍然在谈论他们 学习他们 并且被他们所启发 让我们继续在他们留下的艺术光芒中翩翩起舞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导演创意战 昆廷对拼卢贝松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谈谈电影界的两位重量级选手 昆廷 塔伦蒂诺和卢贝松 这场导演创意战 比起漫威宇宙的英雄大战还要精彩 因为这是一场风格与创意的较量 没有特效和超能力 只有纯粹的电影魔法 首先 我们来看看昆廷 这位好莱坞的坏小子 以他的非线性叙事 对话驱动的剧本 和对暴力美学的独特展现而闻名 他的电影像是一杯浓烈的威士忌 一口下去 可能会让你咳嗽 但绝对让你记忆深刻 昆廷的电影中充满了对其他电影的致敬 从古老的武侠片到黑帮电影 他的创意就像是一个电影爱好者的Pinterest版 只不过他把这些元素混合得如此巧妙 你几乎分不清楚哪些是原创 哪些是致敬 而卢贝松 这位法国导演则是视觉艺术的大师 他的电影《第五元素》和《桃学威龙》 就像是一场视觉盛宴 充满了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设计 卢贝松的创意来自于他对细节的执着 他的电影世界总是精心构建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想象力 他的电影就像是一个法国甜点店 每一部作品都是精致的马卡龙 让人忍不住想一口接一口 当昆廷的血腥牛排遇上卢贝松的马卡龙 这场导演创意战就变得非常有趣 昆廷可能会用他的对白和故事结构来迷惑对手 而卢贝松则会用他的视觉魔法来反击 昆廷的电影角色可能会在卢贝松的世界里迷路 因为他们太忙于欣赏那些奇妙的景象 而忘了要去打架 而卢贝松的角色可能会被昆廷的长篇大论给困住 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在哪里插嘴 最终 这场创意战不会有真正的胜者 因为昆廷和卢贝松都是电影界的独特声音 他们的风格虽然迥异 但都同样的丰富了我们的电影体验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再看这两位导演的电影时 不妨想想 他们如果合作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那将是一场视觉与叙事的盛宴 或者 至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记得带上爆米花 因为无论如何 这都将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电影盛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最后 我想要问问你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更喜欢莫内还是范高 你是巴维洛娃派还是努力耶娃派 你更喜欢昆廷还是卢贝松 或者 你有其他更喜欢的艺术家或电影导演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 我是六博士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中国运20运输机首次迈向国际市场 代号昆鹏 中国运20运输机首次迈向国际市场 外贸型号运20比 近日 迪拜航展上的一则消息引起了军事专家及军理广泛关注 中国国产军用运输机运20不仅带领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到场 展场上还出现了一款外形和运20一模一样的中国军用运输机 但型号却是运20比 有关专家表示而意味着中国运20这款运输机开始迈向国际市场 成为中国航空装备出口的新代表 中国运20运输机Y20代号昆鹏 是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研发的重型远程战略军用运输机 为目前中国最大型的军用飞机 运20由西安飞机设计研究院设计 由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负责包括总装在内的大部分制造业务 沈飞 成飞 闪飞 哈飞及尚飞也有参与部件研发生产 运20运输机于2013年1月首飞 2016年开始在解放军空军服役 在上世纪90年代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伊尔76 第一次拥有了战略运输机 在21世纪初 解放军空军服役中的运力最大的国产运输机是运9 其位中型战术运输机与美国C-130相似 又因采用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故其航速受到限制 中国曾有计划从俄罗斯购大量引进伊尔76 但苏联解体后 其生产线留在了乌兹别克 俄罗斯还未恢复生产能力 只能收购俄罗斯二手翻新的伊尔76 故自力研制的运20便因应需求而生 运20的成功量产及大规模服役 对提升中国空军的后勤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运20不仅能承揽中国国内急难运输 还可以进行跨洲际的战略 救援物资投送 运20的最大载重能力为66吨 可以载运主战坦克等重装备 最大飞行距离易增至7800公里人员运输 从中国西部出发可达非洲 或者从海南起飞可达澳洲 除了在普通机场起降 运20也可以在临时修建图跑道起降作业 运20的基础型号是运20A 现在的量产型是运20B 二者最大分别前者使用俄制D30发动机 或国产涡扇18发动机 而运20B则使用最新国产涡扇20发动机 运20BE则代表运20国产涡扇20发动机外销版 有关专家表示 去年4月中国空军曾出动运20 成功跨越7500公里 向欧洲的塞尔维亚交付了FK3防空导弹 这一行动展示了运20的卓越远程投送能力 和出色的装载能力 此举让运20不仅在国内备受瞩目 而且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也展露头角 证明其在远程投送和装载方面 不逊于目前国际最先进战略运输机型 如俄罗斯的E-76或美国的C-17 运20BE的推向国际市场 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高瞻远瞩的军事外交举措 近年 中国已将多种先进军队推向国际市场 如歼10CE战机 052第一护卫舰 霹雳15亿空空导弹等 已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此次运20BE的推向国际市场 预示着中国军工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作为一款具备远程投送 装载能力的战略性军用运输机 运20BE的国际市场表现 备受期待 军用运输机 军用运输机 这个天空中的历史 它不像战斗机那样矫健敏捷 也不会像轰炸机那般轰轰烈烈 但它就像一个随时准备着的超级英雄助手 专门执行那些肌肉型的重活 想象一下 如果漫威宇宙里的浩克 穿上了飞行员的制服 那魔军用运输机 大概就是它的化身了 首先 军用运输机的身材是相当的壮硕 它们通常拥有巨大的机身和宽敞的货舱 可以容纳数十甚至数百名士兵 或者是数十吨的装备和物资 这些天空中的巨人 有时还得装下坦克 直升机甚至其他飞机 这工作量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搬家公司的极限挑战 再来 军用运输机的胃口也很大 它们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 才能在空中飞行较长时间和距离 这就好比一个健身爱好者 在做完重量训练后 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补充能量 而它们的飞行范围 有的可以达到横跨大洲的距离 这种耐力 即便是马拉松选手也要自叹不如 军用运输机的肌肉 不仅仅在于它们可以承载的重量 还在于它们的多功能性 它们可以在各种气候和地形条件下工作 从沙漠的烈日到北极的寒风 从平整的机场跑道到未铺气的草地 这些飞行员和它们的作家都必须随时准备应对挑战 当然 军用运输机也是一个国家战略投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就像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象棋中的后 可以迅速移动到战场的任何角落 将关键的兵力和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这种快速反应的能力 在国际关系中有时候就像是一张王牌 能在关键时刻扭转局势 但别以为军用运输机只是一个无脑的肌肉怪 它们在设计上同样讲究科技和智慧 从先进的导航系统到自我防御机制 再到能够进行空中加油的能力 这些特性都让军用运输机成为了一个高科技的平台 而且 军用运输机在非战争时期也是一个重要的人道主义工具 它们常常被用于自然灾害的救援行动 将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迅速投送到灾区 这时候 它们就像是一位温柔的巨人 用它们强壮的双臂拥抱着需要帮助的人们 现在 随着科技的进步 军用运输机也在不断进化 从传统的螺旋桨动力到现代的喷气式引擎 从人工操控到部分自动化 这些改变都在提升军用运输机的效率和能力 最后 军用运输机也是国家军力的象征之一 当他们在国际航展上展翅高飞 或是在外交任务中远赴他国 他们不仅仅代表着一国的军事实力 更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和工业能力的体现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这些天空中的巨兽时 别忘了 它们不仅仅是肌肉 还是智慧和力量的完美结合 运20任输机的性能特点是什么 运20任输机 这位天空中的壮汉 可以说是空中弹簧床 它承载着的不仅是物资 更是一国的梦想和责任 为了让您更好的了解这位飞行舰匠 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它的性能特点 首先 让我们谈谈它的体型 运20的尺寸 可谓是大块头 拥有一个足够容纳主战坦克的宽敞货舱 这不仅仅意味着它可以举重若轻地运载重型装备 还意味着 在运送士兵时 每个人都能享有比经济舱更加宽敞的腿部空间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你在一个巨大的移动客厅里飞行 只不过这个客厅里摆放的可能是坦克和火箭 说到肌肉 运20的载重能力达到了66吨 这基本上是说 它可以一次性举起超过石头成年非洲巷的重量 这种力量 足以让任何健身房的健美冠军汗颜 再来是它的耐力 运20的最大航程可达7800公里 这意味着它可以不停歇地从北京飞到莫斯科 然后再飞回来 还能顺便绕到哈尔滨吃个冰糖葫芦 这种耐力 让它成为了跨洲际运输任务的理想选手 当然 我们不能忽略运20的智慧 它配备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这就像是给浩克加装了一个智能大脑 不仅力大无穷 而且动作精准 不会在关键时刻打瞌睡 运20的灵活性也不容小觑 它能在简陋的条件下起降 包括微铺气的临时跑道 这就像是一个穿着礼服的舞者 在沙滩上也能跳出一段优雅的华尔滨 独立性也是运20的一大特点 它能够进行空中加油 这就好比在马拉松跑到一半时 有人递给你一瓶能量饮料 让你充满活力地继续前进 此外 运20的适应性也相当出色 它的设计允许在各种极端气候条件下运行 无论是炎热的沙漠 还是寒冷的基地 它都能够稳定运行 就像是一个永远不抱怨天气的邮差 最后 运20还具有很降的家族特性 它的衍生型号 运20B和运20BE 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发动机选择和外销版本 这就像是一个大家族中的不同兄弟 各有所长 但都继承了家族的强壮基因 总而言之 运20运输机就像是一个多面手 既有力量又有智慧 能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发挥它的力量 它不仅是中国军事力量的象征 也是中国航空工业成就的代表 当你下次仰望蓝天 看到这位巨大的空中力士划过天际 或许你会对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昆鹏计划对中国军事和民用航空产业有何影响 昆鹏计划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中国神话中的一只传说巨鸟 它的翅膀一展就能掀起风暴 实际上 这个计划对于中国军事和民用航空产业的影响 也确实有点像是在行业内掀起了一阵风暴 首先 从军事角度来看 昆鹏计划中的明星产品 运20运输机 给中国的战略投送能力注入了强星计 这就好比是给中国军队装上了一双七里布的长靴 让他们可以更快 更远 更高效地走遍全球 这种能力的提升 对于快速反应和远程部署来说 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 其次 昆鹏计划的成功实施 对于提升中国航空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这就像是在中国航空工业的技能术上 突然解锁了一系列新的技能 包括大型飞机设计 精密制造 高性能材料应用等等 这些技术的提升 对于整个航空工业的发展 都是一种正向推动 再来说说民用航空 虽然昆鹏计划主要聚焦于军用运输机 但其技术溢出效应 对民用航空市场也是极为有利的 这就像是一个家庭中的大哥 学会了烹饪 虽然他主要是为了自己健身做饭 但家里的其他成员 也能够间接享受到美味佳肴 昆鹏计划 还对中国航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了越二是这样的领头羊 中国航空产业开始更加自信地 走上自主研发之路 这就像是一个学生 在数学考试中获得了满分后 突然对解决其他科目的难题充满了信心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 昆鹏计划的推进 让中国在全球航空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增强 这就好比是一个原本只会下国内棋的棋手 突然之间学会了国际象棋 开始在全球棋坛上大放异彩 此外 昆鹏计划也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有所提升 当运二是这样的大型飞机出现在国际航展上 它不仅仅是在展示一个飞机 更是在展示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和科技水平 这有点像是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 中国不再仅仅是观众 而是成为了一位能够引起关注的表演者 昆鹏计划还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从飞机引擎到航空材料 从航电系统到地面支援设施 一系列产业因为这个计划而得到了快速发展 这就像是一个成功的节目不仅让主演火了 连带着幕后的制作团队和配角 都跟着沾光 最后 昆鹏计划也是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体现 军用技术的民用化和民用技术的军用化 让中国能够在两个领域都取得更好的发展 这有点像是一个左右手都很灵活的魔术师 不管是表演还是生活 都能游刃有余 总之 昆鹏计划不仅仅是关于一架飞机的故事 它是中国航空产业一次跃进的缩影 是科技进步的象征 更是一个国家梦想和实力的展现 随着这个计划的深入推进 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在航空领域飞得更高 更远 更稳 运20运输机首次进入国际市场的潜在买家有哪些 运20运输机首次进入国际市场 这可不是一般的航空产品展示 这是一位空中力士的首次国际巡演 那么 这位巨星的潜在买家会有哪些呢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神秘的面纱 首先 我们得考虑一下那些喜欢大块头的国家 这些国家通常有着广阔的土地和辽远的边疆 需要一个能够快速投送兵力和物资的大家伙 这就像是需要一辆大卡车而不是小轿车的家庭 因为你要搬的可不只是一箱两箱的东西 其次 那些对提升军事实力有着迫切需求的国家 也会对运二是虎视眈眈 这些国家可能正处在安全环境的变化中 或者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多的影响力 运二是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从普通健身房会员升级到了私人教练 一下子提升了训练的效率 接下来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正在追求现代化的新兴国家 这些国家可能有着蓬勃发展的经济 但在军事装备上还有些跟不上节奏 对他们来说 运二是就像是一个时尚的新配件 不仅实用 而且能让人一眼看出你已经走在了潮流的前端 当然 我们还得考虑那些经常参与国际维和 或人道主义任务的国家 这些国家需要能够在短时间内 将救援队伍和物资运送到全球各地的能力 运二是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一个随叫随到的超级快递小哥 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他都能及时将援手送达 此外 那些与中国有着密切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国家 也很可能成为运二是的潜在买家 这种关系就像是好邻居之间的互助 一方有了好东西 另一方自然也想尝尝先 我们还不能忽略那些 对美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军事市场 有所保留的国家 这些国家可能会寻求更多的供应来源 以确保自身的战略自主性 运二是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菜市场上的另一家摊位 多了一个选择 自然就多了一份谈判的筹码 当然 运二是的潜在买家也可能包括那些 希望通过购买先进军事装备来提升自己国防科技水平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目标是从运二是身上 学习和吸收先进的航空制造技术 这就像是在做大学物理实验时 有了一个先进的实验装置 不仅能让你得到好成绩 还能让你在学习过程中获益良多 最后 不要忘了那些对自己的军事工业有所不满 希望通过引进外国技术来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国家 这些国家对运二是的兴趣就像是对一款新出的智能手机感兴趣一样 他们希望通过引进这款新机来提升自己的通讯效率 总之 运二是运输机首次进入国际市场 其潜在买家多种多样 从地理环境到政治经济 从战略考量到科技追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需求和计划 运二是的国际巡演才刚刚开始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位空中力士将会在国际舞台上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欢迎大家收看习近平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能够在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干扰下 专注于亚太地区吗 中国的李强将负责财政委员会 习近平委派职责 中国移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人数不断增加 法国寄望与中国的共同努力解决加沙和乌克兰冲突 卡梅伦表示 英国需要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请大家收看 美国能够在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干扰下 专注于亚太地区吗 南华早报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 再次被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所转移 这引发了人们对其在一个被中国野心所掩盖的地区的联盟和影响力的质疑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坚称美国将保持对亚太地区的关注 但历史表明 这样的承诺往往无法兑现 因为美国会被其他地区的事件所分散注意力 美国此前曾试图转向亚洲 但却卷入了中东的冲突和全球恐怖组织的斗争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对于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但持续的冲突和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可能会分散对该地区的关注 然而 美国可以依靠其在该地区的盟友网络 拜登政府称之为其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 这些联盟和伙伴关系将对维护稳定和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起到关键作用 如果美国分心 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与美国结盟的伙伴可能会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他们无法完全替代美国的存在和能力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减少将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 虽然日本和印度可能会加大在该地区的努力 但他们在能力上受到限制 只能补充美国的作用 美国在该地区缺乏经济参与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这与中国的投资和一带一路倡议形成鲜明对比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崩溃和印太经济框架的有限进展 阻碍了美国对该地区的经济承诺 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将继续增长 而美国则经济上疲软 李强负责中央金融委习近平委派职责 南华早报 中国总理李强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委员会CFC主任 这是一个通常由习近平主席担任的最高共产党组织 这一举动令许多人感到惊讶 因为通常情况下除了主席之外的官员不会领导这样的组织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任命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 并且习近平正在考虑 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进行整体政策调整 CFC成立于三月 负责监督中国的银行 保险和证券资产 中国移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人数不断增加 悉尼先驱晨报 根据政府数据 过去一年里有超过2.4万名中国公民被逮捕 从诺西哥进入美国 这个数字超过了前十年的总和 他们通常通过土耳其飞往厄瓜多尔 因为在那里他们不需要签证 然后他们付给走私者费用 指导他们穿越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危险的丛林 前往美国 一旦到达那里 他们向边境官员自首 并且许多人寻求庇护 法国既望与中国的共同努力解决加沙和乌克兰冲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法国欧洲和外交事务部长凯瑟琳 科隆纳与他的中国同行王毅在北京举行会谈 讨论共同努力避免中东冲突升级 法国希望中国利用其影响力 确保中国在该地区不会对俄罗斯的努力起到任何贡献 他们还讨论了其他全球问题 包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中国今年一直在寻求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 并更愿意与美国和欧盟合作 卡梅伦表示 英国需要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前首相戴维 卡梅伦、David Cameron呼吁英国与欧盟、EU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特别是在国际和国防政策领域 卡梅伦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领导了不成功的留欧运动 他认为英国应该充当欧盟的朋友、邻居和伙伴 他的言论受到支持英国脱欧的保守党议员的批评 理查德、德拉克斯警告不要重新点燃辩论 卡梅伦在任期间还为他的亲华政策辩护 称英国需要与中国接触以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 解码中国、北京、金砖国家寻求中东影响力 德国之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了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两国解决方案的承诺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虚拟峰会上发表讲话时呼吁立即停火 并释放平民囚犯 他表示 如果没有对冲突的全面、公正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中东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 中国渴望扩大其政治影响力 而这次峰会是金砖国家首次就一场持续的危机进行讨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些与美国、中国、墨西哥、法国、英国和中东有关的新闻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谈到了美国能否在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干扰下专注于亚太地区 历史上 美国试图转向亚洲 但却被其他地区的事件所分散注意力 然而 美国可以依靠其在该地区的盟友网络 这些联盟和伙伴关系将对维护稳定和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起到关键作用 接下来是中国的新闻 中国总理李强被任命为中央财政委员会主席 这一任命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 并且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进行整体政策调整 然后我们谈到了中国移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人数不断增加 许多中国公民通过土耳其飞往厄瓜多尔 然后通过走私者的帮助 穿越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危险的丛林 前往美国 接下来是法国与中国共同努力解决加沙和乌克兰冲突的新闻 法国希望中国利用其影响力确保中国在该地区不会对俄罗斯的努力起到任何贡献 然后我们谈到了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呼吁英国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的新闻 卡梅伦认为英国应该充当欧盟的朋友邻居和伙伴 最后我们分享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虚拟峰会上关于中东冲突的讲话 习近平呼吁立即停火并释放平民囚犯 他表示如果没有对冲突的全面公正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中东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让观众们思考一下 你对美国能否在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干扰下 专注于亚太地区有什么看法呢 你对中国移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人数不断增加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你的问题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心理小课堂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制定个人护理计划 关爱自己的身心 二 尝试正念饮食 提升饮食的意识 三 学习自我同情 对自己的不足给予理解 内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制定个人护理计划 关爱自己的身心 好的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古代 看看那时的人们是如何关爱自己的身心的 然后再回到现代 制定一份个人护理计划 在古代 个人护理和身心关爱的概念与今天大不相同 例如 在古埃及 人们相信身体的清洁与灵魂的纯净息息相关 所以 他们会使用各种香膏和油脂来保持皮肤的润泽 同时也用各种香料来保持口气的清新 想象一下 一个古埃及人在尼罗河边悠闲的涂抹炉灰 这不仅是个人护理 也是一种对自己身心的尊重 再比如 古希腊 那里的人们非常重视体育锻炼 认为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住所 他们在体育馆中进行各种运动 以保持身体的强健 而在精神层面 哲学家们则通过对话和辩论来锻炼思维 追求心灵的平和 现在 让我们回到21世纪 制定一份个人护理计划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 身心健康是现代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尤其是在快节奏和高压力的环境中 一 信号信号身体护理信号信号 就像古埃及人使用香膏一样 我们可以定期进行皮肤护理 使用适合自己肤制的护肤品 同时 不要忘了口腔卫生 定期牙医检查 保持口气清新 这可是古代人也很看重的 二 信号信号 健康饮食信号信号 古希腊人可能会享用地中海饮食 富含橄榄油 鱼类和新鲜蔬菜 我们也应该追求均衡的饮食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加工食品 保持营养均衡 三 信号信号 体育锻炼信号信号 就像古希腊人 在体育馆锻炼一样 我们也需要定期运动 无论是去健身房 跑步还是练瑜伽 保持身体活力和灵活性 四 信号信号 心灵关怀信号信号 古代哲学家通过辩论来锻炼思维 我们可以通过冥想 阅读或者写日记来照顾自己的心灵 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 提高自我认知 五 信号信号 社交互动 信号信号 人是社会型动物 古代的集市就是社交的场所 现代人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聚会 或者参加社团活动 来满足社交需求 六信号信号充足睡眠信号信号 虽然古代人没有现代的科学研究 但他们也知道夜间是休息的时间 我们应该保证 每晚七到八小时的睡眠 让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 最后 记得 关爱自己的身心是一项日常工作 不是一蹴而就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尝试正念饮食 提升饮食的意识 好吧 同学们 请作证 放下手机 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战争 不是政治 而是你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吃 但我们要以一种古人 未必能完全理解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 正念饮食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古代 想象一下 如果你告诉一个 中世纪的骑士 尊敬的先生 您吃饭的时候 要专注于食物的味道 气味和质地 感受每一口食物 带给您的愉悦 他可能会瞪大眼睛 然后用他的大剑 指着你的鼻子说 朋友 我只关心这东西 能否让我有力量去打仗 至于你说的这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 留给那些宫廷诗人 去取决吧 但是 正念饮食 其实并不是现代才有的概念 在古代的一些文化中 比如佛教 就有类似的饮食观念 他们在吃饭时会尽心 感恩所有为这顿饭 付出劳动的生命 从而达到一种 精神上的满足和平静 这不仅仅是关于食物 更是一种生活的哲学 现在 让我们回到21世纪 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时代 人们往往在吃饭时 分心 边看手机边吃 边开会边吃 甚至边开车边吃 这样的饮食习惯 不仅对身体不好 还可能导致 我们失去 对食物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正念饮食 就是要我们放慢脚步 专注于 当下的每一口食物 这意味着 我们要观察食物的颜色 感受它的温度 细细品味它的味道 聆听咀嚼的声音 甚至是感受食物在口中的位置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你不仅能更好的消化食物 还能体验到吃饭的乐趣 而不是把它当作 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想象一下 如果历史上的大人物们 都采用了正念饮食 也许历史 就会有所不同 朱利耶斯 凯撒在享用罗马美食时 如果他能更专注于那些 美味的橄榄和葡萄酒 也许他就会注意到身边的小动作 从而避免了那场致命的刺杀 或者 如果路易十四在享受 他的宫廷大餐时 能够更加专注 他可能就不会因为吃太多 而患上通风 总之 正念饮食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他教会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片刻的宁静 享受当下 感恩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餐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学习自我同情 对自己的不足及理解 好的 让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 同时也不忘给自己一点幽默的调剂 在古代 有一位哲学家 名叫赫拉克利特 他说过一句名言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 这句话对于 学习自我同情来说 意义深远 毕竟 如果连宇宙都在不断变化 我们这些凡人 偶尔犯点错误 不也是宇宙大剧中的一个小插曲吗 再来看看中世纪 那时候的骑士们 他们的座右铭是勇敢 荣誉 忠诚 但你知道吗 即使是最勇敢的骑士 也会在战场上感到恐惧 他们学会了对自己的恐惧 给予理解 而不是自我责备 毕竟 没有人能在穿着重达50公斤的盔甲下 保持冷静 尤其是在夏天 转到文艺复兴时期 达文西画了一幅名画 蒙娜丽莎 但你知道吗 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完成这幅画 甚至有人说他一生都在修改它 这告诉我们 即使是天才 也需要时间来完善自己的作品 所以 当你对自己的不足感到沮丧时 记得 即使是达文西 也需要时间来创造奇迹 现在 让我们来到现代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工作了数十年 结果发现的不是他原本追求的结果 而是一种全新的粘性物质 后来这 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便利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失败 也可能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路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当你们对自己的不足感到沮丧时 记得历史上 那些伟大的人物 也曾经有过不足 他们学会了对自己的不完美 给予理解和同情 毕竟 我们都是人 而人 就是一个不断学习 成长 犯错 再站起来的生物 所以 下次当你犯错时 别忘了对自己说 哎呀 这不过是我成为 下一个答文系的过程中的一小步而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学习如何设定界限 保护个人空间 好的 让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 来探讨这个 看似现代却古老 如人类文明的话题 学习如何设定界限 保护个人空间 首先 我们的回顾一下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哲学家 斯多格派的大师 瑟内卡 他在处理繁忙的政治生涯和复杂的皇室关系时 总是能保持一份从容 他的秘诀之一就是学会说不 当皇帝尼路要求他做出超出他个人原则的事情时 瑟内卡坚定地设定了界限 虽然最后这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但他的坚持成为了后人赞扬的勇气象征 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走到那么极端 但学会在适当时候说不 是保护个人空间的重要一刻 再来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园林设计中 获得启示 中国园林大师们擅长利用假山 流水 植被等自然元素 来创造出一种隔而不绝的空间感 这种设计巧妙地将人们的视线和行动路径 引导至特定的区域 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隐私和独立性 这告诉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沟通和行为规范 来创建自己的心灵假山 保护我们的个人空间 不被侵犯 当然 我们不能不提中世纪的城堡 这些坚固的建筑物 不仅是贵族权利的象征 也是他们个人空间的堡垒 城堡的高墙 护城河和吊桥 都是物理上的界限 他们告诉外界 这是我的领域 未经允许 请勿善入 在今天 我们不需要建造城堡 但我们可以设定自己的心理界限 学会在工作和私生活之间画清界限 不让工作的压力 侵蚀我们宝贵的家庭时光 最后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历史上的伟人们 都没有设定好界限 情况会怎样 亚历山大大地可能会因为 不断接受征服世界的邀请 而没有时间享受他的胜利 达芬奇可能会 因为不断的客户要求 而画不出 蒙诺丽莎的微笑 甚至牛顿可能会因为 被不断打扰 而永远不会发现外 有引力定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所以 学会设定界限 保护个人空间 不仅能帮助我们 更好的管理时间和精力 还能提升我们的效率和幸福感 毕竟 只有在保护好自己的空间之后 我们才能更好地关心他人 和投入到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中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是否对设定界限 和保护个人空间 有所经验 欢迎在留言区 与我们分享 让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缅甸战火不断 中国在中缅边界展开军演 台湾三大党角逐总统 分析 赖清德胜算大 在野党拼国会过半制衡 康科德计划如何秘密地 被透露给了俄罗斯人 请大家收看 缅甸战火不断 中国在中缅边界展开军演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本周六 11月25日 开始在与缅甸接壤的 中国边境地区 举行实战化军事演习 并敦促中国公民 离开自10月以来 处于战火之中的缅北地区 联合国表示 缅甸北部 尤其是靠近中国边境的 善邦大片地区冲突加剧 迫使8万多人流离失所 据缅甸官方媒体昨日 11月24日的报道 一对从中国向缅甸 运送货物的卡车 在叛乱分子的袭击中 起火燃烧 该地区当前局势日益严峻 引起邻国中国的担忧 北京呼吁缅甸实现和平与稳定 车队与木解镇 Muse 预袭 缅甸与中国的贸易 有很大一部分 要经过这个地区 就在该车队预袭的当下 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正 与缅甸首都内比都 与缅甸外交部长丹瑞 Dance Lee等军方官员会面 就双边关系 以及边境地区 稳定与法治合作进行谈话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解放军南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田军李空军大校表示 根据年度训练计划 南部战区组织陆军部队 本周61月25日起 在位于中缅边境中方一侧 举行实战化演训活动 旨在检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 边境封控 火力打击能力 战区部队时刻做好 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准备 缅甸军政府发言人 邵敏通 Zermintan表示 北京向缅甸军政府 通报了演习的消息 并补充说 军方将与中国合作 为和平与边境稳定而努力 缅甸军方正在努力应对 自2021年政变夺权以来 所面临的最大规模协同攻势 该国军方已失去 对东北部和国内其他地区的 几个城镇和军事哨所的控制 康科德计划 如何秘密地被透露给了俄罗斯人 英国每日电讯 分据Channel 4的一部新纪录片 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 从参与该项目的英法工程师那里 窃取了有关康科德 超音速飞机开发的机密 这部名为康科德 超音速之争的两级系列纪录片 将航空工程师伊沃尔·詹姆斯·格雷格里 实际上是苏联特工 与窃取约9万页技术信息的行为 联系起来 苏联的图波列夫2 2024年白宫竞选并整合挑战唐纳德 特朗普争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阵营的压力 克里斯蒂的竞选活动 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难以获得支持 一些批评者认为 他参选使得党内更难团结在特朗普之外的 可行替代人选周围 支持者表示 克里斯蒂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 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早期初选州表现相当不错 克里斯蒂的财务状况也被认为是他决定继续竞选的一个因素 特朗普的感恩节信息抨击了欺诈审判法官和书记 实况报道 英国独立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纽约民事欺诈审判中再次对法官和法院书记发起攻击 就在几个小时前 一份法庭文件披露他之前的攻击 导致他们收到严重可信的暴力威胁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True Social上发帖 称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 詹姆斯为纽约州种族主义和无能的总检察长 并将法官阿瑟·恩格隆描述为激进的左翼特朗普仇恨法官 将首席书记艾利森·格林菲尔德描述为政治偏见和腐败的竞选财务为规者 当天早些时候 一名法庭安全官员表示 特朗普在审判中违反了禁言令 导致威胁信息增加 法官和法任书记收到的威胁被描述为反犹太主义 并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传递 送达给恩格隆法官法庭助理的语音邮件的转录填满了275页 法庭文件支持法官反对禁言令暂停的立场 称威胁在特朗普违反禁令后增加 法庭安全官员认为 这些威胁是严重可信的 然而 特朗普的律师将死亡威胁视为与联邦禁言令无关 他们指责特别顾问杰克·史密斯对特朗普提出了煽动性、违法的起诉 并声称起诉书和禁言令是违宪的企图 旨在让前总统保持沉默 特朗普的律师一直批评针对他的案件 并将会计师归咎于任何涉嫌欺诈的行为 你需要坚强起来 儿童运动员创造历史 但代价是什么? 半岛电视台 菲律宾9岁滑板选手 Mozal Paris Alligato最近成为亚洲运动会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 Alligato进入了女子滑板公园决赛 并获得第七名 他的成功引发了关于奥运会等全球体育赛事年龄限制的讨论 虽然滑板比赛如亚洲运动会或奥运会没有下限年龄限制 但一些国家会设定年龄限制 例如挪威不允许儿童在12岁之前参加国家比赛 这是该国为了创造安全的训练环境 让儿童选择他们的运动和训练计划而采取的保护措施 像Alligato这样的年轻运动员的成就 引发了人们对他们在如此年幼的时候 面临的心理和情绪压力的担忧 支持和发展他们的情感健康 并提供体育之外的出口 以防止过劳是很重要的 一些专家认为应该实施普遍的保护和训练限制标准 以确保儿童运动员的福祉 德国努力应对其债务刹车 德国之声 德国的债务限制措施给执政联盟带来了两难境地 他们在努力平衡预算的同时 也要解决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目标等紧迫问题 在疫情和乌克兰冲突期间 债务限制措施曾多次暂时停止 但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 现在希望将其追溯地暂停到2023年 然而这在联盟内部引发了混乱和分歧 因为联盟有两个更加统计主义的政党 社民党和绿党和一个新自由主义政党 自由民主党组成 社民党和绿党不愿在气候和社会政策目标上妥协 而自由民主党则专注于平衡预算和恢复债务限制措施 最近联邦宪法法院宣布 气候和转型基金的融资违宪进一步复杂了形势 联盟现在面临的挑战 是找到一种既解决预算限制问题 又满足国家紧急需求的前进方式 城市发展有限公司CDL 在中国的扩张导致新加坡郭氏家族内部的震惊分裂 南华早报 新加坡亿万富翁郭令明 Quicklin Bow试图扩大城市发展有限公司CDL 在中国的业务 这导致了郭家出现了一次罕见的公开分歧 根据他的传记摘录 CDL主席郭炳香的儿子郭山德 试图扩大CDL中国的业务 但发现进展比预期慢得多 2018年 CDL收购了中国开发商成一地产集团24%的股份 然而 CDL发现成一地产的财务状况比预期更糟 郭山德提出了一个建议 希望CDL以更便宜的价格收购成一地产的更大股份 尽管投票结果非常接近 但该提议于2020年4月获得批准 然而 新冠疫情和中国的金融监管措施 几乎使成一地产无法扭转局面 CDL的酒店业务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出台了限制开发商借款的措施 随着CDL董事会开始动摇 郭家的几位成员要求取消成一地产交易 2020年10月 CDL董事郭炳培辞去了董事会职务 这让郭家感到惊讶 郭家的风龙集团持有CDL的控股权 在与年龄歧视的斗争中 善良并不是答案 多伦多星报 年龄歧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 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老年人 本文重点介绍了 在Shopper's Drug Mart的老年人 星期四目击到的一次年龄歧视个人经历 作者讨论了年龄歧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包括自我施加的 人际关系的和制度性的歧视 年龄歧视可能对个人的健康和幸福产生伤害 文章提供了社会中年龄歧视的例子 比如深夜脱口秀节目中 使用与年龄相关的笑话 以及媒体对老年人的描绘 年龄歧视可能导致对老年人的 负面刻板印象和看法 影响他们的整体生活质量 作者强调了挑战年龄歧视 和促进积极的老龄化观念的重要性 作者还讨论了自私的年龄歧视问题 即老年人利用自己的年龄来占他人便宜 文章提到了美国的一个试点项目 老年人将他们的折扣 传递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而不论年龄 这凸显了无论年龄如何 对他人友善和体贴的重要性 总之 年龄歧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 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老年人 本文强调了挑战年龄歧视 和促进积极的老龄化观念的重要性 他还讨论了自私的年龄歧视问题 以及对他人友善和体贴的重要性 阿根廷工会计划对抗哈维尔 米莱的激进改革 英国每日电讯 阿根廷的左翼压力团体和工会承诺 要阻挠该国新自由主义领导人的改革 他在上周的选举中大获全胜 哈维尔 米莱一是一位已在竞选活动中 挥舞链距而闻名的右翼民粹主义者 他承诺对阿根廷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 包括大规模削减开支和公共服务私有化 我们所知道的呼吸系统疾病爆发 令中国不堪重负 英国独立报 中国的医院出现了呼吸道疾病患者激增的情况 尤其是儿童患者 这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呼要求有关该问题的疾病数据 中国卫生部门称 已知病毒和严格的新冠疫情限制解除 可能是病例增加的原因 呼表示 肺炎疫情集群与呼吸道感染增加之间的联系尚不清楚 上海的一些家长表示 他们对这些疾病并不过分担心 认为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感冒没有什么不同 以色列官员根据停火协议将释放14名人质和42名囚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哈马斯同意在周六释放14名人质 作为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 此外还将释放42名巴勒斯坦囚犯 协议规定以3比1的比例进行交换 台湾三大党角逐总统 分析赖清德胜算大 在野党拼国会过半制衡 VOA养安 台湾2024总统大选已确定有三组人马出现 分别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肖美琴赖肖佩 国民党的侯友宜和赵少康侯赵佩 及民众党的柯文哲和吴欣盈柯吾佩 观察人士分析 随着蓝白和破局 执政8年的民进党守住总统大位的概率很大 因此在野党可能会集中火力冲刺立法委员选举 力求取得过半喜次 以便在未来四年有效制衡民进党 当国民党蓝的侯赵佩和民众党白热克吾佩 11月24日分别登记参选2024总统大选后 商议多时的蓝白和最终成了无言的结局 随着蓝白和破局 已搜集近百万支持者联署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宣布退选 虽然他仍要支持者接棒完成下架民进党 政权轮替的目标 随着参选登记截止 台湾三大党三组人马 角逐总统宝座的政治大戏也正式揭开序幕 在野整合破局后 蓝白选战厮杀恐揭开序幕 观察人士表示 这场选举在蓝白绿三组鼎立的前提下 民进党率着赖萧佩占据非常有力的位置 特别是他的民调长期领先 维持在四成选票上下的支持者基础 因此 为了抢夺其他六成的选票 侯友宜和柯文哲若想胜选 只能全力操作弃保效应 边缘化对方 或仍有突围胜出的可能 根据资深媒体人 现为侯友宜副手的赵少康的研判 他于11月24日受访时表示 按民调看 民进党或赖清德长期的支持度 约在35%上下 这代表非绿选民仍占65% 因此 国民党要赢并不难 只要把柯文哲打到 只能拿到20%以下的选票 就能赢得剩下的45%选票 最后胜出 不过 国民党的如意算盘 柯文哲也懂得打 因此最后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蓝白两组人马 最终还是可能的捉对厮杀 各自撕破脸 对此 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承科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台湾大选的考验 现在才开始 未来一个多月内 真正有能力动员选民的政党 才能将支持度 转化成一张张的选票 因此 他说 尽管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仍落后 但他有国民党的政党实力撑腰 未来仍有机会超越柯文哲 尤其越接近明年1月13日的选举日 组织动员力的重要性就越会被凸显出来 届时 柯文哲空有支持度 没有选票实力的泡沫化迹象孔 也会跟着曝露出来 虽然赖清德的民调支持度 仍领先侯友宜和赖清德 但包承科认为 赖清德的支持率无法突破35%的天花板 因为他的台独色彩过于鲜明 难以吸引到中间选民 这是他极大的弱点 包承科说 柯文哲的是头再变弱 侯友宜的是头再变强 赖清德突破不了35%以上 或者说 更多的40% 如果国民党靠一定的组织能力 和基层老百姓的影响力 他还是有一定的选胜的机会 尽管这样 选胜的机会不大 根据台媒美丽岛电子报 11月24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 似乎于蓝白破局后 反而逆势成长至31.1% 追过了柯文哲的25.2% 和赖清德的31.4% 仅有微幅的0.3个百分点的差距 位于台北的台湾涛掠浸学会 副理所长吴瑟智也说 理论上 若在野阵营的气宝效应发酵 侯友宜或柯文哲 其中一人还是有机会 威胁到赖清德的选情 不过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蓝白和纷扰了大半年 彼此的仇视已深植 各自的支持者壁垒分明 恐难吞下这口气 投给另一方的参选人 因此 气宝效应要发酵也有难度 吴瑟智指出 第一组登记参选的赖萧佩 具有民进党的执政优势 也提出了许多国家愿景与发展方向 反观国民党和民众党 直到最后一天才确定副首人选 给选民仓促成军的印象 而这半年的整合操作级过程中的纷扰 似乎只提出了下架民进党的共同诉求 但对台湾长期发展的规划蓝图和方向 已经错失向台湾选民说清楚的先机 吴瑟智说 很明显的 赖萧佩的这个执政准备会非常多 甚至是说 大家会看得出来 好像就只有一组候选人 在认真的在看待国家的发展 不管是侯友谊或科文哲 他们会把精力放在如何去推波 激化政党之间的对抗 或政党之间的角力 而不是在于说 自己身为总统候选人这样的一个身份 如何去推动国家政务的发展 赖萧佩民调领先 选民支持美台关系加温 台湾三大党确定推出三组人马 角逐2024年的总统选举后 美国之音也在台北街头随机采访 台湾选民分别表达了不同的支持理由 身为首投足的桃源市民复联企 告诉美国之音 我比较支持赖清德跟萧美琴的组合 因为萧美琴在国际上的地位 她的就是跟美国比较好 这样对台湾比较有利 也看好赖萧佩的台北市民时期宴 则告诉美国之音 我个人会选赖清跟萧美琴这组 因为赖清德她本人在国内市场政务的这块 她处理的还不错 萧美琴她对外 她有美国台湾驻美代表处那边的一些经历 现在在美中台这三方 还有日本的处理 我相信赖清德跟萧美琴可以在这一块处理平衡 新北市民张颖权虽支持柯文哲 但决定票投赖清德 张颖权告诉美国之音 她私心喜欢柯文哲 因为她和其他政治人物不一样 她的脑袋和政治思维比较灵活 但考量到政治现状跟投票的有效性 她还是会把票投给赖清德和萧美琴 另一名不愿透露全民的台北市民苏先生 则是国民党的死忠支持者 她告诉美国之音 民进党执政八年获国殃民 柯文哲则是翻来覆去的政治变色龙 因此她的这一票会投给侯友宜和赵少康的组合 此外 苏先生呼吁 郭台铭的支持者能归队 把票投给国民党 蓝白拼立法权 北京会有新的着力点 虽然蓝白和破局 但柯文哲在登记参选时 并没有把话讲死 她表示 蓝白和在总统这局虽没谈拢 但后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 观察人士说 柯文哲话中有话 指的可能是立委选情上的合作 因为国民党和民众党两党先前已有协调 在被视为蓝白和示范区的部分立委选区 将互相礼让 并只推出一位候选人 并允许党内人士跨党派 为另一党候选人辅选站台 台湾立法院共计有113个立委喜次 他们负责立法工作 有权杯葛 甚至档下行政部门提出的法案和预算 制衡政府的政治运作 民进党在四年前 上一届的立委选举拿下61席 单独过半 让台湾总统蔡英文 得以在过去四年任期有效执政 她所推出的法案和政策 往往在立法院轻松过关 因此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蓝白河的早期阶段 就已经锁定国会选举 并达成高度共识 要拉下民进党的多数立委优势 台媒中央社11月24日报道 民进党评估明年1月的大选 受到执政8年的报复拖累 民进党约有10到15席的区域立委陷入苦战 换言之 在最坏的状况下 民进党恐只有46席的胜算 也就是4成左右的席次 未来若拥有6成席次的在野势力联手 处处对执政党的法案撤肘 民进党不仅失去多数党的立法权优势 赖清德也可能无法有效执政 台湾学者吴瑟智认为 国民党和民众党可能盘算 总统这局弱失利 夺回行政权就无望 因此只能靠取得立法院多数席次的优势 才能扳回议程 曲线竞争并转格弯对民进党形成压力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 于2000至2008年执政期间 是台湾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也是民进党首次掌权 当时就是嘲笑也大 民进党虽手握行政权 但国会由在野的国民党和亲民党所把持 对此 吴瑟智说 这才让北京有机可乘 发挥影响力 例如 他说 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 前往中国展开和平之旅之际 国民党立委就在国会极力阻挡 陈水扁政府所提出的 对美军购预算 这样当年时任立委的赖清德 气得标骂在野党立委 不过 吴瑟智说 即便北京期待国民党和民众党能联手 夺回民进党目前独揽行政权和立法权 但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蓝白只会互相厮杀抢选票 矛盾必然从生 恐怕无法如北京所愿 蓝白唱和 共同拥护亲中路线 更何况 对柯文哲而言 只要国会三党任一党都无法取得过半喜次 民众党就能永远扮演关键少数 届时他左右逢源 蓝白河或绿白河皆通吃 吴瑟智说 民众党会试图地提升自己的溢价能力 所以他并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内容 涵盖了美国总统竞选 康科的飞机机密泄露 阿布扎比大奖赛 特朗普的感恩节信息 年龄歧视 中国呼吸系统疾病爆发等多个领域的新闻 让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首先 我们来看美国总统竞选 克里斯 克里斯蒂面临着退出竞选的压力 因为他在全国民意调查中的支持度不高 而且他的竞选活动 使得共和党更难团结在特朗普之外的候选人周围 虽然克里斯蒂与特朗普形成先灵对比 在某些地区表现不错 但他的财务状况 也是他是否继续竞选的一个因素 不过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他是否能够在竞选中密集 接下来是康科德飞机的机密泄露问题 根据新纪录片的披露 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 从英法工程师那里 窃取了有关康科德超音速飞机开发的机密 这对康科德飞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虽然苏联的陀波列夫2-144超音速飞机 在康科德之前完成 但他并不可靠且航程短 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时代的竞争与谍战 也让我们对技术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然后是阿布扎比大奖赛的最新动态 红牛车队表现强势 马克思 维斯塔潘需要能够打破自己在一年内赢得19场比赛的记录 同时还有一些名额有待争夺 包括车队冠军的第二名 这场比赛将在夜晚进行 梅塞德斯车手乔治 拉塞尔在最后一次练习赛中表现最快 作为一名观众 我对这场比赛充满期待 希望看到精彩的表现和激烈的角逐 接着是特朗普的感恩节信息 特朗普再次对法官和法院书记发起攻击 导致他们收到了暴力威胁 这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讨论 尽管特朗普的律师将这些威胁视为与联邦禁言令无关 但法庭文件显示这些威胁是严重可信的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激烈和言论自由的界限 此外 我们还关注了年龄歧视 中国呼吸系统 疾病爆发等问题 年龄歧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老年人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 而中国的呼吸系统疾病爆发 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要关注社会的公平和人们的健康 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为什么尽管门票销售下滑 F1在拉斯维加斯 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合作 对北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吗 经济被认为 将成为中国 韩国和日本外长会谈的重点 巴基斯坦塔利班威胁称 除非支付税款 否则将袭击中国的一带一路线路 十几岁的Ava Murray-Ziger 喜欢意外获胜 带领美国选手 在重要的国际花样滑冰比赛中 取得了1-2的成绩 请大家收看 为什么尽管门票销售下滑 F1在拉斯维加斯 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 彭博社 中国到底从小以色列那里 获得了多少技术 特别是军事技术 VOA刘文 11月21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金砖国家 BREX特别会议时再次表示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 在以哈冲突中 中国官方的立场一直被指为侵哈中立 貌似中立 实则偏袒巴勒斯坦 哈马斯 而中国民间反以色列的情绪更是高涨 中国微博大力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前不久曾说 就算中国这个时候不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小以色列也没有资格记中国的仇 因为中国是大国 以色列不敢真的得罪中国 分析人士说 中国清巴勒斯坦的立场一定会让以色列重新考虑中国的关系 特别是两国的政治伙伴关系 以色列曾是中国无人机技术的老师 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后 以色列急于采购价格低廉的小型四周无人机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从美国运往以色列的数千架无人机中 有许多是中国公司制造的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的无人机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 但中国无人机技术能够得到发展 却离不开以色列的帮助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刊登的报道中 就提到中国无人机发展的第一阶段 技术引进阶段就来自于从以色列的采购 在搜狐拥有近7000万阅读量的军事博主炮吧 707军情小战 今年10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将以色列称为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老师 1994年 以色列向中国出口哈比反辐射自杀式无人机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反辐射无人机之一 也是中国当时用作突破台湾防空体系的杀手锏 中国之后对该无人机进行了逆向工程测绘 并将仿制型号ASN-301反辐射无人机装备于中国军队 2017年 中国将该仿制型号上架斩销时 许多中国媒体用了从仿制到出口作为标题 可见以色列技术对中国提升军事力量的影响 以色列虽然面积只有2万2千多平方米 人口只有973万根据2023年的最新数据 但一直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之一 以色列的科技与创新的能力在全世界范围都处于领先 根据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以色列排名所有国家中的第16名 2023年 在美国研究公司Startup Genome进行的 全球最吸引初创企业和创新的生态系统的年度调查中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上排名第五 该调查也显示 以色列是人均创业比例最高的国家 以色列与中国保持了多年的军工合作 在科技领域中 尤其是在敏感的军工领域 以色列给过中国极大的帮助 以色列和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甚至在以中正式建交前 以色列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技术和装备 包括哈比反辐射自杀无人机 怪蛇三空空导弹和湿式战斗机等 来帮助中国升级其陆军和空军 以色列不仅对中国出口怪蛇三空空导弹 也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 该导弹被中国国产化后 命名为霹雳八空空导弹 这是中国首个性能先进的空空导弹 即大提升了中国的战机导弹能力 新浪网的报道中将这称为来自以色列的馈赠 1989年 北京六四事件后 当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 和多项其他限制之后 以色列是为数不多 与美国和中国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 上文提到的哈比无人机 是1994年以色列出售给中国的 不过2004年 以色列因为美国的限制 而没有帮助中国进行哈比无人机的技术升级 这期间 以色列与中国的军事合作 也曾因美国的反对出现过几次波折 2000年 以色列原定向中国出售法尔康 基载预警系统 但美国政府限制以色列 向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的武器出口 该销售因此取消 2013年 美国认为 以色列向中国转让美国的机密的导弹技术和光电技术 当时以色列国防部国防出口负责人不得不辞职 法尔康和哈比事件 标志着以色列和中国军事技术合作的一个转折 以色列智库阿巴埃邦国际研究所 AB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的亚洲政策项目主任 吉达利亚 阿富特曼 格德利亚 阿富特曼 告诉记者 由于以色列出口任何军事科技给中国基本上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 以色列和中国的合作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 从以前以军事为中心的互动转向民用技术和基础设施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慕 Timothy R. Heath博士在邮件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 在华盛顿多年前施加压力后 以色列已经减少了与中国的许多国防合作项目 何天慕认为 美国对以色列与中国合作的担忧 部分源于智能安全风险 他还表示 以色列对解放军的援助 可能帮助中国开发出能够在台湾附近发生潜在冲突时 瞄准美军的武器 以色列驻华大使潘奇瑞 艾瑞班艾巴·维塔利 11月23日 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时特别强调 过去20到25年间 以色列没有与中国进行任何与军事技术 情报技术有关的事情 以色列与中国的创新合作 虽然国防合作项目减少 但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技术 生物制药 人工智能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创新与研究合作却在增加 2017年 以色列和中国确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今年5月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还采访了以色列创新署主席阿米 阿佩尔鲍姆 表示期待以中科技合作 硕果累累 2015年 江苏省长州市 新建了首个由以中两国政府共同签约建设的创新示范园区 就是两国创新合作的很好的例子 根据官网资料 该园区内聚集了以色列独资或者两国合作的企业 共188家 促成两国科技合作项目共46个 涵盖智能制造 生命科学 新材料 现代农业等多个产业领域 2022年 长州市亦举办了中国以色列创新合作周 在以色列擅长的农业科技领域 以色列将先进的灌溉和种子培育等技术带入中国 以色列的奈特菲姆公司 为极度缺水的宁夏 带去了先进的滴灌技术设备 和提供了综合定制的滴灌解决方案 得到了中国官媒光明日报的称颂 以色列也积极将海水淡化技术引入到水资源匮乏的中国 并于2007年参与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位于天津的海水淡化项目 以色列和中国的友谊在2022年1月时得到过习近平的褒奖 他在与以色列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 互至赫电时指出终以建交以来 两国人民有意日益深化 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以色列不顾美国压力与中国合作 也常常被中国官方媒体称赞 今年5月 中国官媒新华社就刊登了一篇名为 美国阻止以色列与中国合作 这不是破外是什么的文章提到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创新合作 是真诚的 互惠的 中国有广阔市场 以色列有先进技术 两者是天作之和 以色列人大多认可同中国的友谊 也认可中与之间的创新合作 以色列还是世界芯片研发和制造大国 这里拥有近200家芯片行业的公司 是苹果 三星 高通等芯片巨头研发中心所在地 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 以色列对华半导体和芯片出口大增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上的数据 2018年 以色列半导体对中国出口 增加了80% 达到26亿美元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的中国连线 China Connect数据库显示 以色列虽然没有正式签署 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项目 却以设在以色列的为最多 2015年 上海国际港务获得了海法新港码头25年的特许金银选 该港口在2021年开港 海法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停靠港口 中国的侵哈中立或让以色列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10月7日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布恐怖袭击后 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谴责哈马斯 被很多人认为是侵哈中立 11月21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 Brights特别会议上依然没有谴责哈马斯 并表示 以哈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 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目说 在北京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之后 以色列与中国进行此类防务合作的热情应该会降温 他说 中国拥抱了巴勒斯坦的诉求之后 中国与以色列在基础设施 技术 教育和科学等其他领域的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 他认为 北京采取支持巴勒斯坦立场 可能出于中国对中东地区穆斯林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合作 对北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吗 南华早报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 加上北极冰带融化 引发了人们对该地区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竞争新舞台的担忧 由于冰层减少 北极地区变得越来越容易进入 提供了新的航道和有价值资源的获取途径 中国一直在扩大与北极国家的合作 面临着被卷入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火拼的风险 有人担心中国在北极与俄罗斯的合作 可能成为该地区日益激烈竞争的一部分 然而中国不太可能站队 将继续根据自身国家利益与其他北极国家合作 经济被认为将成为中国 韩国和日本外长会谈的重点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与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部长进行四年来的首次会晤 这次在韩国釜山市举行的三方会议是在东京和首尔越来越倾向于与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站在一边的背景下进行的 分析人士表示 这次会谈表明了各国在努力缓解紧张局势方面的积极外交势头 但由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和来自华盛顿的压力 关系的显著改善是不太可能的 他们预计部长们将讨论加强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式 朝鲜论题也可能成为议程的一部分 巴基斯坦塔利班威胁称 除非支付税款 否则将袭击中国的一带一路线路 英国每日电讯 巴基斯坦塔利班威胁要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项目进行袭击 除非政府向他们支付建设税的5% 这一威胁是一场勒索活动的一部分 旨在针对参与实现习近平旗舰全球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的巴基斯坦部分的人员 中巴经济走廊将中国西部的新疆省与西南部的瓜达尔港连接起来 塔利班指挥官的威胁是一场勒索活动的一部分 旨在针对参与实现习近平旗舰全球基础设施项目的巴基斯坦部分的人员 十几岁的Ava Marie Ziger喜欢意外获胜 带领美国选手在重要的国际花样滑冰比赛中取得了1-2的成绩 CNN 美国少年Ava Marie Ziger在日本大阪的NHK杯比赛中 赢得了她的第一个EC大奖赛花样滑冰冠军 Ziger在自由滑比赛中的表现使她从短节目后的第五名获得了金牌 她的表演包括一个三周翻跳、两周轴跳、两周轴跳的组合和其他六个三周跳 Ziger的自由滑表演创下了她个人最好的138.46分 总分为200.50分 NHK杯是12月7日至10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总决赛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麦基斯罗克斯地区找回的车辆促使警方提醒如何防止盗窃 雅虎 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基斯罗克斯警察局敦促居民使用方向盘锁来保护他们的启亚和现代汽车免受盗窃 该局在多辆汽车被找回时发出了这一提醒 这些汽车的窗户被破坏 方向盘也受损 他们建议使用这些所作为潜在盗贼的威慑手段 五角大楼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致命自主时代即将来临 美联社 五角大楼计划在2026年前部署数千辆AI智能自动驾驶车辆 该计划名为复制者 美国军方旨在与中国保持同步 后者也在开发无人机群 五角大楼目前有超过800个与AI相关的非基因项目 其中许多仍处于测试阶段 目前AEI被用于增强军事行动 例如追踪士兵的健康状况 预测飞机维护需求 以及监视太空竞争对手 此外 AEI还被用于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 在美国 苗族的新年庆祝活动既是对祖先精神的追忆 也是向新一代传授传统的机会 美联社 在每年秋季他的萨满精神更新仪式中 杨美旺将很快重新装饰他客厅里的高大祭坛 那里放着他父亲的环形萨满铃铛 40年前 当家人逃离老窝的共产主义接管时 他带着这些铃铛穿过湄公盒 如今 这些铃铛帮助他与精神世界建立联系 以帮助寻求恢复失去精神的难民 及其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 就像去教堂一样 你将自己奉献给更大的力量 这位有六个孩子的母亲 在翻译的帮助下说道 在美国的苗族人中 新年主要在11月和12月庆祝 萨满门送走他们的灵魂向导 为另一个治愈季节恢复能量 接受传统万物有灵论的家庭男性 家长会进行招魂仪式 崇拜祖先灵魂 并祈求好灵魂的保护 传统的苗族家庭不仅仅是一个家 也是一个祈祷的地方 杨美旺的侄子汤恩恩说道 他在十几岁时来到明尼苏达州 并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 他是社区领袖之一 试图传授这些万物有灵论的知识 以免这些传统在他孩子的一代中失传 中国宣布对六个国家的公民 实行免签入境 英国独立报 中国宣布将允许来自五个欧洲国家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和西班牙 以及马来西亚的公民 在15天内无需签证入境中国 这项免签入境计划将从12月1日起实施一年 此举是中国鼓励更多商务和旅游访问的 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此前曾允许文莱 日本和新加坡公民免签入境 但由于COVID-19疫情暂停了该计划 黎巴嫩用廉价杂货品 对抗贝鲁特的宗派主义 德国之声 曼恩瓦萨尔瓦是一家 位于贝鲁特的非盈利杂货店 为黎巴嫩首都的人们提供 经济实惠且优质的食品 这家超市以合作社的形式运营 旨在应对黎巴嫩的困难经济形势 黎巴嫩棒贬值了约90% 该店的创始人还希望摆脱该国的宗派主义 结束政治和宗教的隔离 该店销售一系列不需要冷藏的商品 并专注于购买本地种植或生产的产品 北京警方对陷入困境的财富管理公司中置展开调查 雅虎 中国主要财富管理公司中置企业集团 面临北京警方对涉嫌犯罪的调查 根据朝阳公安局的社交媒体帖子 该公司本周早些时候宣布 其负债高达640亿美元 且严重资不抵债 这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房地产债务危机及其对金融行业的影响的担忧 呼吁更好的宣传 因为球迷们在维多利亚公园观看FIBA三乘以三比赛 南华早报 周六 FIBA三乘以三香港大师篮球赛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约60%的座位被填满 一些观众承认他们毫不知情 暗示这次活动的宣传不足 然而香港的铁杆篮球迷在Facebook上得知活动后表示支持 其中一位粉丝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活动 香港很少有这样规模的活动 特朗普批评者克里斯 克里斯蒂面临压力 结束美国总统竞选 金融时报 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 克里斯蒂面临着退出2024年白宫竞选 并整合挑战唐纳德 特朗普争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阵营的压力 克里斯蒂的竞选活动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难以获得支持 一些批评者认为他参选使得党内更难团结在特朗普之外的可行替代人选周围 支持者表示 克里斯蒂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 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早期初选州表现相当不错 克里斯蒂的财务状况也被认为是他决定继续竞选的一个因素 中国工程师在联合阿拉伯酋长国完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提前于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南华早报 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太阳能发电厂 阿尔达法拉太阳能光伏项目已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完成 该项目位于阿布扎比附近的沙漠上占地20平方公里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 预计该太阳能发电厂将帮助阿布扎比每年减少240万吨碳排放 并将清洁能源占整个酋长国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13%以上 该发电厂在正式启用之前已经产生了36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伊朗公布了一种新的高超音速导弹 据称能够击败以色列的防御系统 英国每日电讯 伊朗推出了一种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名为法塔赫2号火箭 据称其飞行速度比声速快15倍 并且能够躲避防空火力 该导弹配备了一个高超音速滑翔器 可以从导弹上分离出来 并进行极具机动以避开传统导弹防御系统 伊朗一直是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恐怖组织的主要火箭和武器供应国 该国的伊斯兰级命卫队精英部队表示 他们打算增加高超音速导弹的射程 以便将以色列置于攻击范围之内 伊朗发展高超音速滑翔器的行动不容忽视 因为该国已经证明了 其发展更具杀伤力的弹道导弹武器库的能力和意图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的观察员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我们了解到尽管门票销售下滑 但F1在拉斯维加斯的比赛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场比赛吸引了超过30万人参与 经济影响达到了12亿美元 这表明F1在美国市场的潜力 同时也反映出比赛本身的吸引力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合作 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竞争的担忧 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更多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 中国与其他北极国家合作不太可能站队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还了解到中国 韩国和日本外长会谈的重点将是经济合作 这次会谈表明各国在缓解紧张局势方面的积极外交势头 但关系的显著改善可能性较低 我们期待这次会谈能够推动贸易和经济合作 并解决朝鲜问题 此外 巴基斯坦塔利班威胁要袭击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 这表明一带一路项目面临的安全风险 但希望中国和巴基斯坦能够采取措施 保护项目和人员安全 在体育方面 我们看到了美国少年在国际花样滑冰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展示了年轻选手的潜力和才华 此外 我们了解到美国的一位苗族人 在新年庆祝活动中保持传统 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 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 值得我们关注和尊重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中国对六个国家公民实行免签入境的政策 这是中国鼓励商务和旅游访问的努力 也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个人观点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亲密关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情感中的时间管理 爱情与日程不冲突 二 恋爱中的自我成长 单非不是失落 三 情侣间的财物共识 爱情与钱的平衡数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情感中的时间管理 爱情与日程不冲突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看似疯满牛不相及 实则密不可分的话题 情感中的时间管理 或者说 如何在爱河中游泳 而不错过岸上的日程会议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爱情是个美妙却又复杂的东西 它能让人忘记时间 甚至忘记自己 但是 如果你因为沉浸在爱河中 而忘记了母亲的生日 朋友的婚礼 或者更糟糕 忘记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 那么你可能就要在情感的海洋里 喝上几口苦水了 情感中的时间管理 其实就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科学 我们先来说说艺术 爱情就像是一幅需要细心描绘的画 你不能只用一种颜色 也不能只画一个角落 你需要平衡 需要多种颜色 多个角度 同样 在时间管理上 你需要平衡你的个人时间 工作时间和与伴侣共度的时间 这就要求我们在画这幅画时 既要有激情的红 也要有平静的蓝 还要有稳重的绿 再来说说科学 时间管理的科学 在于方法和工具 比如 使用日历提醒 设置重要事件的提前警告 甚至是和伴侣一起制定时间表 这些都是确保你既能享受爱情的甜蜜 又不会错过其他重要事项的有效手段 有趣的故事 哦 有的是 记得有一对情侣 他们都是科学家 研究的领域非常接近 他们决定将实验室的日程 和约会日程合二为一 结果呢 他们的实验数据变得异常浪漫 因为他们在实验笔记旁边 写下了彼此的小诗和情话 但是 当他们的论文被审导人看到时 审导人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在审论文 而是在偷窥别人的情书 所以 虽然这种方法很有创意 但也提醒我们 专业和私人生活的界限还是要有的 最后 我想说 情感中的时间管理 并不是要你在爱情和其他生活方面做出选择 而是要你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记住 爱情是生活的调味品 但不是唯一的食物 我们需要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而不是只有甜点的单调饮食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当你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时 别忘了偶尔看看手表 确保你的爱情与日程不冲突 这样 你既能享受爱情的美好 又不会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吃亏 毕竟 时间就像是一块巧克力蛋糕 既要慢慢品尝 也要合力分配 这样才能竞享其乐 不至于吃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恋爱中的自我成长 单非不是失落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恋爱 但我们不是要探讨如何在情人节那天送出完美的巧克力 也不是要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 而是要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恋爱 那就是在单身时期的自我成长 首先 让我们来打破一个迷思 单身并不等同于孤独或失败 在古代 有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就已经意识到独处的价值 比如说 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 他虽然结过婚 但他的思想生活可谓是单非的典范 他在雅典街头与人辩论 独自深思 他的成长和智慧并不依赖于他的婚姻状态 现代社会 我们更是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我实现 在恋爱关系中 两个人的相互依赖当然美好 但如果没有了自我 那么这段关系就可能变得脆弱 所以 单身时期是一个人塑造自己 发现自己的绝佳时机 想象一下 你单身时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去学习一门新语言 去旅行探索未知的世界 去健身 塑造理想的身体 去阅读那些 一直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 这些经历 这些成长 都会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趣 更有深度 更有魅力的人 而当你最终遇到那个对的人时 你会发现 你的这些经历 正是吸引对方的独特魅力所在 有趣的是 历史上有不少人物在单身时期 创造了惊人的成就 比如说 牛顿在瘟疫期间大学关闭时 独自在家里发现了危机分 好吧 这或许和恋爱关系不大 但你懂我的意思 单身时期 可以是个人成长的黄金时期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你现在单身 不要急着去更新 你的交友应用 或者赶紧找个伴 试着享受这段时间 用它来投资自己 当你在单飞的天空中翱翔时 你会发现 你并不是在失落中飞行 而是在向着自己的成长 和未来飞去 而当你最终与某人携手同心时 你会带着更丰富的自我 更完整的灵魂 去迎接那份美好的相遇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侣间的财物共识 爱情与钱的平衡数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是情侣间的财物共识 爱情与钱的平衡数 这个话题 哦 它就像是一道古老的魔法配方 需要精确的成分 和细心的搅拌 否则 你可能会得到一个 爆炸性的爱情鸡尾酒 而不是那杯甜蜜的 长生不老药 首先 让我们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 爱情不能直接支付涨单 是的 你没听错 那些只要有爱 我们可以一起赤土的浪漫宣言 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挑战 比如租金 水电费 和那些不断增长的杂货账单 所以 情侣们在共筑爱潮时 必须要有一个财务共识 这就像是在建造一座桥梁 两边都需要有坚固的支柱 否则中间的部分就会崩塌 在这个比喻中 支柱就是双方对金钱的态度和期望 而桥梁 则是他们共同的财务未来 有趣的是 历史上有不少关于情侣和金钱的故事 比如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务顾问 他曾经说过 爱情是盲目的 但婚姻却是一只会作账的眼睛 这句话至今仍然适用 情侣们在热恋时 可能会忽略金钱的重要性 但一旦步入婚姻 就会发现账本和预算表成了他们新的情书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如何达成财务共识 首先 沟通是关键 你们需要坐下来 就像两个国家的外交官一样 讨论各自的财务目标和恐惧 这可能不像在月光下 散布那么浪漫 但它能确保 你们不会在第一次大采购时就分导扬镳 其次 制定预算 这就像是爱情的航海图 它可以帮助你们避开财务暗交 航向幸福的彼岸 当然 这需要双方都有牺牲和妥协 你可能不得不放弃 每周五晚上的大龙虾大餐 换成在家自制的一面大赛 最后 不要忘了庆祝你们的财务成就 每当你们达到一个储蓄目标 或者还清一笔债务 就像庆祝情人节那样给彼此一点奖励 这不仅能增强团队精神 还能让这个有时候枯燥的财务之旅变得更加有趣 总之 情侣间的财务共识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双人舞 它需要步伐一致 彼此信任 还有不断的练习 当然 偶尔踩到对方的脚是在所难免的 但关键是要学会原谅 调整步伐 然后继续跳舞 所以 亲爱的情侣们 愿你们的爱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与金钱之间达成和谐的共识 让你们的舞蹈永远持续下去 记住 爱情和金钱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它们可以不冲突 而是相互补充 所以 别让金钱成为你们之间的障碍 而是让它成为你们共同成长 和实现梦想的工具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在情感中如何管理时间 在单身时是如何发展自己的 在恋爱关系中如何达成财务共识呢 欢迎留言 分享你们的经验和想法 让我们一起探讨 这些有趣而重要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一人食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早餐天起 蜂蜜吐司与牛奶瀑布 二午餐巡游 日食拉面 樱花慢舞 三晚餐奇幻 法式炖牛肉的星光旅程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天起 蜂蜜吐司与牛奶瀑布 各位亲爱的早晨探险家 今天我们将一同揭开一个伟大的早餐秘密 一个有关于蜂蜜吐司与牛奶瀑布的传奇 这不仅仅是一顿食物的组合 而是一场味觉的启示 一个营养的启示录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位早餐界的贵族 蜂蜜吐司 这不是一般的吐司 它是经过精心烘焙的面包 表面金黄酥脆 内里柔软如云朵 当这位贵族遇上了蜂蜜 那种甜蜜的结合简直是天作之和 蜂蜜 这位甜蜜的使者 不仅带来了自然的甜味 还有著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它是古埃及法老的珍宝 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美酒 更是现代早餐桌上的常客 而当我们将这位贵族蜂蜜吐司 放在一旁 再来看看那壮观的牛奶瀑布 想象一下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 照在那冰冷的牛奶瓶上 当你轻轻倾倒 那牛奶就像是从高山流下的瀑布 激起一圈圈的涟漪 这不仅是一种视觉的享受 更是一种灵魂的进化 牛奶 这位营养的化身 自古以来就是力量和健康的象征 它滋养了无数的文明 也滋养了我们的身体 现在 让我们将这两位早餐界的巨星 结合起来 当蜂蜜吐司遇上牛奶瀑布 那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是一次营养的天气 蜂蜜的甜与牛奶的醇 交织在一起 创造出一个完美的早晨 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 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对美好早晨的热爱和追求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们明天早上坐在餐桌前 不妨试试 这个早餐天起 蜂蜜吐司与牛奶瀑布 让这个组合启发你的一天 让这份美味唤醒你的味蕾 也让这份营养满满的早餐 给予你满满的活力 记住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一顿好的早餐 就是最好的开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巡游 日式拉面樱花漫舞 各位亲爱的饕贴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个让人味蕾起舞 视觉享受满分的话题 午餐巡游 日式拉面樱花漫舞 这不仅是一场寻味之旅 更是一次文化的洗礼 让我们一起穿梭于面条的波浪中 感受樱花的浪漫吧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 日式拉面的基本构成 一碗优质的拉面 通常由四大元素组成 汤头 面条 配料和调味料 汤头是灵魂 面条是躯体 配料是个性 而调味料则是 那么不可或缺的魅力 这就像是一场 精心编排的交响了 每个部分都要恰到好处 才能演绎出完美的和谐 现在 让我们把这场午餐巡游的背景 设定在春天 当樱花如同粉色的云朵站 放在日本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样的季节里 拉面店也会推出 限定的樱花主题拉面 这可不仅仅是一碗普通的拉面 这是一碗艺术品 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家 不止住樱花装饰的拉面店 桌上摆放着精致的樱花造型小碟 店员以和风的服装迎接你 并为你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汤头可能会加入樱花叶或樱花盐 未传统的豚骨 或酱油汤底增添一丝 春天的气息 面条上方 可能会有粉嫩的樱花形状的鱼板 或是用樱花色素染色的萝卜丝 让人一眼就沉醉于这春意盎然的美景 当然 这样的拉面不仅仅是赏心悦目 它的味道也必须能够与外观相匹配 一口下去 你可能会感受到淡淡的樱花香气 那是如湿如画的日本春天 转化成的味觉体验 而当你搓石柱面条 那些精心准备的配料 如春笋 菠菜 糖心蛋 都在你的口中绽放 就像樱花一样 层层开放 层层惊喜 这样的午餐巡游 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那么简单 它是一次文化的饷宴 一次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旅行 在这里 每一口拉面都不仅是食物 更是一幅画 一首诗 一段故事 而当你走出拉面店 满足地拍拍肚子 那不仅仅是饱腹感 那是一场樱花漫舞的记忆 永远留在你的心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奇幻 法式炖牛肉的星光旅程 各位滔梯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道令人垂涎三尺的经典法式料理 法式炖牛肉 或者如其法文名称所示 Bof Bourguignon 这道菜不仅是一顿晚餐的选择 它更是一场味蕾的奇幻旅程 一段跨越时空的美食历线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 回到中世纪的法国 当时的炖牛肉 并不是如今我们所知的那般精致 它是一道农民食物 简单地将牛肉与当季蔬菜放入锅中 慢火炖煮至肉质松软 但别小看这些农夫们 他们可是懂得生活的艺术家 用有限的食材 创造出无限的味觉享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道菜逐渐被法国的大厨们所改良 加入了红酒和香料 使其风味更加丰富 到了二十世纪 这道菜更是被提升到了艺术的境界 成为了法国料理的代表之一 而今天 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的高级餐厅中品尝到 这道经典的美味 现在 让我们回到现实 来看看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首先 你需要一块优质的牛肉 最好是来自于那些在田野中自由奔跑的快乐牛 然后 将牛肉切块 用火候刚好的锅子煎至金黄色 这一步是为了锁住肉汁 让牛肉的风味更加浓郁 接着 就是这道菜的灵魂 红酒的加入 选择一瓶来自伯根地的红酒 那里的葡萄酒 以其深邃的口感和层次丰富的香气闻名 将红酒倒入锅中 让牛肉在酒香中慢慢炖煮 这个过程 就像是肉块在星光下的浪漫舞会 当然 除了红酒 还需要加入洋葱 胡萝卜 香菜根等蔬菜 以及一些香料 如月桂叶 百里香 这些蔬菜和香料会在炖煮过程中 将它们的灵魂释放出来 与牛肉和红酒共同编织出一幅味觉的交响乐 经过几个小时的炖煮 这道法式炖牛肉终于完成了它的星光旅程 从一道农民的家常菜变成了一道令人赞叹的美食佳肴 当你将它端上餐桌 那浓郁的香气 醇厚的酱汁和软嫩的肉质 无疑会让你的晚餐变成一场奇幻的盛宴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 这道美味的法式炖牛肉时 不妨想想那些历经世纪的厨师们 以及那些在田野中奔跑的快乐牛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这场味蕾上的星光旅程 Bon Appétit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道美食的奇幻旅程 早餐天起的蜂蜜吐司与牛奶瀑布 午餐巡游的日式拉面樱花漫舞 以及晚餐奇幻的法式炖牛肉的星光旅程 这些菜肴不仅是一道道美食 更是一个个味觉的冒险 一次次文化的洗礼 在早餐天起中 蜂蜜吐司与牛奶瀑布的组合 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早晨的启示 这不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 更是对美好早晨的热爱和追求 而在午餐巡游中 日式拉面樱花漫舞 让我们既能品尝到春日的浪漫 又能享受到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最后 在晚餐奇幻中 法式炖牛肉的星光旅程 带我们穿越时空 让我们感受到 这道菜的演变和艺术性 通过这些美食的探索 我们不仅满足了味蕾 还获得了对食物的 更深层次的理解 每一道菜都有着 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每一道菜都是厨师们 和农夫们的智慧结晶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美食 了解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 感受不同文化的魅力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这些美食 有何感受和体会 是不是也怀着一颗探索的心 想要品尝更多美食的奇幻旅程呢 让我们一起探索美食的世界 品味生活的美好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冷知识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蜗牛的慢速追逐 年夜下的速度竞赛 二 星际旅行者的指南 飞动避险技巧 三 苍蝇的空中特技 六角飞行的秘密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蜗牛的慢速追逐 年夜下的速度竞赛 各位亲爱的速度追寻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自然界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速度竞赛 蜗牛的慢速追逐 在这场比赛中 参赛者们以一种只能用方大镜 才能看清的速度前进 这种速度在人类的世界里 大概相当于冰箱里的冰淇淋融化速度 首先 我们的了解蜗牛为何如此缓慢 蜗牛的行径依赖于它们分泌的粘液 这种粘液可以减少摩擦 让它们在各种表面上滑行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人类 要在一个巨大的粘贴板上前进 那速度大概也不会比蜗牛快多少 但别小看了这些小家伙的竞速激情 当两只蜗牛为了争夺一片新鲜的叶子 或是一个理想的伴侣时 它们的追逐可是相当严肃的事情 当然 对于我们来说 这场追逐可能需要耐心 因为从开始到结束 可能要好几个小时 甚至是几天 有趣的是 蜗牛在这场粘液下的速度竞赛中 还展现了一些惊人的策略 比如 它们会选择最湿润的路径 因为湿润的表面 能让它们分泌更少的粘液 从而节省能量 这种策略 在人类的赛车运动中 也有类似的情况 选手们会寻找最佳的赛道线路 以节省燃料和时间 当然 蜗牛的竞速世界也不乏作弊者 有些蜗牛 会选择乘坐其他动物的背部 比如鸟类或哺乳动物 以此来快速移动到新的地点 这种行为 在人类的运动中 绝对是违规的 但在蜗牛的世界里 这只能算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 最后 我们不得不佩服蜗牛 在这样的速度下 还能保持方向感 毕竟 对于这些小小的生物来说 花园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 而它们能够在这个迷宫中 找到自己的路 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只蜗牛 在慢悠悠的移动时 不妨给予它一些掌声 毕竟 它可能正处于一场激烈的慢速追逐中 而我们却只能作为悠闲的旁观者 欣赏这场年夜下的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际旅行者的指南 黑洞避险技巧 各位未来的星际旅行者 欢迎来到星际旅行者的指南 黑洞避险技巧课程 我是您的导师 专门研究宇宙中 那些令人既着迷 又畏惧的天体黑洞 今天 我将以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带领大家 了解如何在遇到这些宇宙怪兽时 保持优雅地活下来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黑洞的基本概念 黑洞不是宇宙中的大型吸尘器 也不会四处游荡寻找星际旅行者当点心 它们是由于恒星在生命终结时崩塌形成的 具有如此强大的引力 以至于连光都无法逃脱 所以 如果你的太空传导行系捅出了差错 把你带到了黑洞附近 记得先检查一下保险是否还有效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避险技巧 一 信号信号保持安全距离信号信号 就像你不会去抚摸一只野生狮子一样 不要靠近黑洞的事件世界 这是黑洞的无回头区 一旦进入 就连光都无法逃脱 更别说你的太空船了 二 信号信号 观察吸机盘信号信号 黑洞周围的吸机盘 是由高速旋转的物质组成 它们在坠入黑洞前发出强烈的辐射 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你可以利用这些服饰来定位黑洞 从而避免不慎进入 三 信号信号 利用黑洞引力助推信号信号 如果你是个惊险爱好者 可以尝试一种称谓引力助推的技巧 这涉及到利用黑洞强大的引力 来加速你的太空船 就像宇宙版的弹弓 但请注意 这项操作风险极高 需要精确计算 否则你可能会成为黑洞的永久居民 四 信号信号时空旅行 小心时间扭曲信号信号 理论上靠近黑洞时 你会经历时间膨胀的效应 这意味住在你的视角下时间会变慢 所以 如果你计划在黑洞附近进行短暂停留 当你回到地球时 可能会发现自己意外地成为了 未来世界的一部分 五信号信号紧急逃生计划 信号信号 总是准备一个紧急逃生计划 如果你发现 自己不小心进入了黑洞的引力影响范围 立即启动所有引擎 全速逃离 当然 这是在你的引擎足够强大 且你还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苍蝇的空中特技 六角飞行的秘密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探探那些 在你的野餐桌上 不请自来的特技飞行员 苍蝇 这些小小的昆虫 虽然在我们的眼中 可能不过是讨厌的害虫 但它们的飞行能力 却是空中特技界的佼佼者 今天 我们就来揭开苍蝇 六角飞行的秘密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起飞 首先 苍蝇的飞行器 也就是它们的翅膀 是一对精密的生物机械结构 这对翅膀能够以 每秒数百次的惊人速度拍动 这种速度 甚至让最先进的直升机 都要自愧不如 而且 苍蝇在空中的机动性能 让任何空战战机 都要羞愧地逃离战场 它们可以及时停止 急转弯 甚至倒飞 这些动作全都是在 几毫秒之内完成的 那么 苍蝇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答案在于它们的六脚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虽然翅膀是飞行的主要工具 但苍蝇的脚在这其中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当苍蝇准备起飞时 它们会使用前脚推动身体 中脚提供支撑 后脚则像弹簧一样 释放能量 帮助它们跃入空中 这就像是它们自己的小型弹射器 随时准备将它们射向天际 在空中 苍蝇的脚还有另一个秘密武器 它们的脚尖 有着微小的毛发和粘性物质 这让它们能够在任何表面上着陆 无论是平滑的玻璃 还是垂直的墙壁 这种粘住着陆技术 让苍蝇成为了真正的特级飞行员 但是 苍蝇的飞行技巧 不仅仅是为了 在你的三明治上 做一次完美的着陆 在野外 这些技能对于逃避捕食者 寻找食物和繁殖都至关重要 它们的飞行能力 是进化过程中的杰作 是自然界中 无数试错和适应的结果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只苍蝇在你的房间里 做空中特技时 也许你可以暂时忘记 它们带来的烦恼 而是对这个小小飞行奇迹 表示一点点的敬意 毕竟 不是每个生物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可以像苍蝇一样 在空中自由翱翔 而且还能在飞行中 进行各种惊人的特技表演 所以 让我们一起 为这些小小的特技飞行员鼓掌吧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有什么关于蜗牛 黑洞或苍蝇的问题吗 我期待着 与大家进一步的讨论和交流 来吧 让我们一起探索 自然界的奥秘 并对生命中的 每个小小的惊喜 表示感激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